建源的拍照 大家好 那我先請 兩位前輩 我先做我介紹一下 我是陳嘉應 然後我是今天的 算是主持人 然後請凱旋哥 介紹一下自己好了 我是莊凱旋 你們好 然後 然後因為用演員的身份聊劇本 可能對我們來講會 可能對你們來講是不同的面向 那我覺得我們今天可以就是盡量的分享這樣 開槓嘛 開槓 開槓這樣 所以也等一下可能 因為他們會有所謂的發問的時間 或是我們整理出來的問題 然後我們盡所能的為大家回答這樣 好 詩益姐 哈囉大家好 我是張詩益 我今天超期待的 因為很難得可以跟所有作品的 那個叫什麼 種子們 就是所有的創作品 最一開始發展的那一個 核心人物們聚在一起 所以我非常好奇 大家可以用作作品的 因為通常演員拿到的時候 都是已經是完成品了 其實不太有機會可以跟編劇溝通 所以今天可以遇到各位編劇 我覺得非常棒 我非常期待等一下的交流時刻 先來看一下現場沒有必要存在的人 什麼都沒有必要存在 就是已經做了很多案子 然後還要來聽這個 我們這是給 就是我們比較新的種子類型的 那種已經長成樹的 就把他趕出去 今天其實 謝謝大家來捧場啦 然後謝謝大家 然後我們今天跟大家討論的部分 比較著重在 就是我們在演員這個身份 怎麼樣去參與整個戲的 尤其是劇本的創作的部分 對那可能有一些會討論到 在某一些工作期程的時候 我們會在裡面參與什麼樣的工作 然後也讓可能還沒有參與過 正式的 長片製作的 朋友們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大概會發生一些什麼事情 這樣子 好 那我們就開始吧 讓我們來看一下我的筆記 好 那我其實第一個問題想問兩位啦 就是你們通常接觸到 一個作品的第一個 時刻大概會是什麼時候 因為比如說像我 如果要接一個戲 我可能會 收到一個PowerPoint上面介紹說 喔我們這個故事大綱是什麼 然後人物角色 然後製作團隊之類的 那兩位的話 通常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因為好像滿多種狀況 對 剛才你講的是一種最常見的 對 然後還有另外一種狀況是 可能你在工作的現場遇到創作者 導演 或者是導演自己寫的劇本 或者是編劇 然後他就可能是 欸獅盈我後面有一個什麼什麼什麼 好我演 講那一輪這樣 我演 什麼都演 但是然後下一部就是 你講的 PowerPoint就過來了 然後開始有一些大綱 然後有一些剪蓋 蓋藥的角色的概述 然後有一些他的reference 就是有一些圖片 他想要希望他的作品可以變成 哪一些已經在影視作品的狀態 然後 他想像的角色 該有的樣子 然後有時候還會不小心收到那個 就是要 要找你演這樣 但是他找的 sample 是 是別人 對 然後他沒有換 他沒有換 他沒有換 他就寄出了 然後你就三條線 然後假裝沒有看到這樣 因為他有可能就是 他也在變相的 audition 因為對他來講 他可能 我們遇到一些比較年輕的創作者 可能剛畢業 他也不太好意思說 不然是你來 你來讓我試個勁 他也不會這樣說嘛 他一定就是透過聊 聊一聊他可以大概知道說 你的狀態 然後他也是希望 你也可能騎不行嘛 所以他就會廣發英雄帖 然後他就是忘記改 不過那也沒什麼 對 應該要至少把照片換成這樣子 會比較禮貌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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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我們自己也理解 他可能不只找你嘛 他會找不同的人這樣 對 那吃雲姐 其實大部分時候還是會先 可能會通知說 我有個什麼製作想要找你 然後就是一樣啦 就是寄那個什麼製作團隊的 製作團隊的介紹 然後 然後 然後再一個是可能劇本大綱 那 有時候看不到劇本 其實 然後加上如果不是 有 並不是所有的編劇 都會把他所有的角色寫在 劇本大綱上 然後甚至劇本大綱上可能 他們找你找我的角色 並沒有寫在上面 甚至可能連大綱裡面 都沒提到這個人 所以這時候就會有點困擾說 那我不知道你到底要我演什麼 而且為什麼找我 我怎麼知道我是不適合 對 以及我這個角色 接下來在劇本裡面 擔負的責任是什麼 就會比較難評估 但是 就是要看啦 然後加上現在 因為大家對於劇本 比較小心 然後怕會剽竊或什麼 所以通常有時候會是看不到劇本 對 這個是常遇到的 這個是常常遇到的 或是只有看到片段 我還接過到演出 我接了演出 我手上的劇本其實都是片段 就是有我的 所以其實我不知道別人發生什麼 因為這個我們會特別提出來講 我覺得有一個很大的原因是因為 劇本的創作它始終要回歸到 它被執行出來 所以當然大家在做應該最大的願景都是這樣 不會有人寫一寫 它會有的狀況 或者是 它必須要被注意到的問題 那你剛講那個 我就有常遇到那種就是 它在PowerPoint上 它 就是 並沒有透過選擇 它在真案的時候 它就把圓崩不動的整個資料拿過去 然後就 我的預算多少 我的製作上 我的整個起程 是我預計它幾月開拍 在什麼時候on 然後我希望它能海內外達到多少 然後最後上什麼OTC平台 然後宣傳其實是什麼 然後最後到我手上的時候 我最想看到其實是故事核心 可是我看到的卻是 它真案的時候送的東西 然後它下面只有提到 這是一個海邊的愛情故事 那你只要在經過過擇之後 他們究竟會何去何從呢 然後我就有一種 所以我也很想知道 我什麼都沒有想到 所以我要做什麼 對對對 這個是大概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孵化階段會有的狀況 我也有遇過一個狀況是 其實劇本還沒有寫好 他不知道為什麼就是想找你演 然後所以他就說 好我就想找你演 那有一個很大概的故事 那你願不願意跟我一起發展看看 那也OK啊 就是大鱷其實有一點像這個狀況 因為他一開始的劇本 我曾經拍過一部電影叫大鱷 然後我是演裡面的女主角這樣 然後我們那個戲的一開始就是他有一個劇本 可是他在可能我們開拍前兩年 他就已經決定要用我了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導演很有眼光和一樣 他的確很準啊 超準的 然後也不曉得 然後結果他就在那兩年期間 我們就常常約喝咖啡聊一下狀況 就是你最近怎麼樣啊 你跟事情的看法 漸漸的他就把那個劇本就寫出來了 然後就申請 然後就開始拍到現在 這種形式很幸福啊 對其實是很幸福 但是如果書寫者跟演出者 他們的時間上來講 心理負擔來講 還有包括生活狀態是允許的話 他有一點像是 我覺得即興以外有點像是 就是共同創作出來的一個概念 對 就是其實對我來說 是很舒服的一個創作過程 是 就我不用跟他寫出來的東西去 欸這個好像不是這樣 那個好像不是這樣 就他已經很貼近我 這我覺得是一個蠻特別的經驗 也蠻爽快的 然後我拿到這個邀請的時候 我只有看到一張畫 畫 對 因為也不知道 因為他沒有真正的劇情 就是一張畫 他想像中 這個主角會有的樣子 然後我就也根據那 因為那張畫畫得很胖 然後他上面大概預計要125公斤 那可是因為我那時候 離那個距離還有一點遠 我就覺得 欸好像做不到 所以我在那個過程當中 也嘗試了很多 譬如說 我那時候 因為那個畫 我就印象很深刻 然後 我就試著 在我的房間裡面 關了 關了一兩個禮拜 把吃的東西什麼 也都跟垃圾住在一起 然後實驗了兩個禮拜 然後也因為 想要詮釋看看這個角色 所以我就增胖了十幾公斤 哇 快要20公斤 對 快要20公斤 所以就 然後最後更加一個 你能不能再畫一張 真的 你能不能再畫一張 如果說你畫一張瘦了 我可能就 是另外一個方向去 但是我遇到一個很特別的 創作的 一開端的一個 給我的東西 對 那因為它是一個 共同發展的過程 所以 也跟大家分享看看 也有這樣子的 他把靈感直接給你 對 他把靈感直接給我 然後他透過我的嘗試 也去創作很多東西 嗯 但 除了那一次之外 我大部分收到的還是 PTT 哈哈哈 PPT 七八成都是那種 對 七八成大部分都是 然後或是工作場合遇到這個 也是 對 然後我覺得這個也是 可以跟 就是可以跟編劇大概 真的是很有關係 就是 那個PowerPoint上面的那個大綱 他的角色概述 這些文字 其實對我們來說 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是我們對這個作品 有沒有可能產生興趣 我們對這個作品產生興趣 可能是 他的製作團隊很棒 可能是 他給的錢很多 然後或者是 但 最重要的是 這個故事有沒有辦法 讓我們在看到這個大綱 或看到這個角色概述的時候 就能夠抓到我們 讓我 不管其他的東西 我也想要去參與這個 這個作品 這樣 我覺得這個第一關是 蠻重要的 嗯 而且初期的部分 還有一些需要用 大綱去 應該說是 去爭取經費的時候 那個好像也是 編劇要寫對不對 對啊 對啊 他們要提供 對啊 所以好像寫一個劇本 要出產好多的東西 什麼三百字 兩千五百字大張一大堆的這樣子 在座是編劇的 可以舉一下手嗎 就正在 前進的路上 或者是已經有 作品出來的 還是說 不要害怕 舉手 想要嘗試著做的 都不是編劇 那我們今天來這個講座 欸 好多猛 有志於編劇 有志於編劇工作的 或者是正在書寫的路上 正在 有啊 對啊 很多啊 勇敢一點 電商問一個問題 好了 你寫的東西有被人家改過的 請舉手 被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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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人家 不管是製作什麼 喔 那這些 滿確定是編劇的 是 滿確定在從事編劇工作的 對 因為今天有這個討論 請放下你的手 謝謝你 今天有這個討論 也有一個很大的 那時候開始的 一個 原因啦 就是編劇很常 不知道為什麼自己東西 被改變了 就是 不管是讀劇的時候 或到現場被 改的 好像跟自己 當初想像中 跟寫出來的東西 不太一樣 對 那我們就 跟大家聊一聊 這個過程當中 發生了什麼事 為什麼 你的劇本會被 被變動啦 這樣 當然在第一開始 PowerPoint這個 這個階段 我們不太能去改它 因為 又還沒有演到底 剛剛我們什麼事 不能去改 然後當然 這個東西 引起我們興趣之後 我們往下走了 可能就會拿到一個劇本 那我也想看看 兩位 問看看兩位前輩 你們拿到劇本的時候 大概會做些什麼事情 就是熱騰騰 一拿到的時候 拿到的時候 就是你有空坐下來看 那個時候 我會盡量的客觀 就是 我不讓自己想像 我要去演其中的誰 我會要求自己 在一個 一個 舒適的狀態 然後 可能就沖個咖啡 還是說到點高粱 然後 我想像我在看小說 我想像我在看別人的東西 就是 應該說我會把自己 拉到一個 audience 的 角度來看 那其實這個是一個檢查的過程 怎麼說呢 就是 你必須透過一個冷靜的角度 甚至說抽離的角度 就是不要先預設說 我是要來參與他的 然後 就是不然 就在想說我是要怎麼演 就不必要 就是完全是用一種讀文學的狀態 或者是我 我看了我會不會有畫面 那如果我是一個最直觀的一個觀眾 我看完是什麼感覺 然後我不帶任何情緒 也不帶讀劇的色彩在裡面 我就是一個冷讀的方式 在讀文學的方式 把它看過一次 然後再 隨著自己看完第一次的感受 然後做一些note 因為後面你幾張 你看完劇本 你勢必要跟初創團隊碰面 然後就可以表述一些 你自己的想法 跟你看完之後的一些很主觀的東西 或者是演員的角色 他會怎麼樣子 在執行上 他可能會有什麼困難 或者是 有什麼地方是需要劇組來協助你 比方職人劇 可能要做很多的reference 一些深入的甜調 還是 就這些東西 是在很 第二第三步的時候會發生 但第一步 我是讓自己冷靜 然後直覺性的 很 很 很觀眾的一個角度來看 這個劇本 對 一樣耶 一樣 可是一定要是 空出一段時間 然後很安靜的 沒有人吵的 然後可以一口氣的 把它全部讀完的 然後 一開始一定都是 對 就像你講的 其實就是 比較像 就是像觀眾 然後讀一個作品 這樣把它看過去 然後一看過去的時候 你一定會 感覺到這個作品 讓你有往下的感覺 就是你想接著一直往下看 那有一些作品會 你讀了之後 你會覺得到某一些地方 你就會覺得 欸 是這樣嗎 這個人為什麼這樣 或是 就覺得這個 有點唐突或是什麼 然後就開始 記下筆記 然後覺得什麼地方 是什麼 為什麼會這樣講話 有一些疑問 或是甚至 就是 一開始 人家找你的時候 你會告訴你說 你可能可不可以演什麼角色 所以當讀到那裡的時候 你會一邊思考說 這個角色是 寫得夠不夠完整 你能不能有想像 這個角色會長什麼樣子 有時候有些劇本 你還滿容易可以看出來 這個角色有可能會長什麼樣子 然後 有時候是 可能會出現兩三種選擇 那就會是下一步 我們在跟主唱團隊碰面的時候 去討論更確定的 那有時候 有些角色會寫起來 非常的模糊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 那是什麼 那就會變 更需要跟主唱團隊確認 你在想什麼 對 甚至 有時候會 我會甚至更直接問導演說 你有沒有想像 這個角色長什麼樣子 什麼作品裡面的誰 不管是什麼 已經有出現過的角色 或是什麼人 或是什麼作品 然後試著去拚 他想 他腦中裡面想像 對這個人的樣子是什麼 但是當然這種事情 也是有發生過 就是我們在碰面談了 我看了劇本 然後我也跟導演談了之後 他大概是什麼樣子 我們確定了 但是到了拍攝現場 在發生 完全不一樣 不是那回事 這又是經到下一個過程 就是我們 當我們嘴巴在對 這些想像的時候 跟落實到表演上的時候 有時候還是會有出入 但是至少在第一步 我們在看文字的時候 一定會是第一 先是全 全視角的去看這個作品 然後再來是進到角色 以角色的那個 第一人稱去看 這個人物他在裡面的狀態 跟他的脈絡是不是合理 跟有沒有吸引我 對 因為 如果你拿到一個劇本 你知道這個角色超級酷 超級棒 可是他的故事 你就是看不下去 這樣子好像也 不會想要 很努力的想要參與這樣子 對 因為我看劇本 也跟兩位的狀況差不多 可能 比較優秀的演員 都是這樣看劇本 我昨天看尹軒姐的那個 那個講座內容也是講 差不多 也是先順順的看一次 再看第二次 再看第三次 對 所以其實 但我會可能有時候 因為我另外一個身份 要看劇本 就是一個戲劇指導的身份 但是我做戲劇指導的身份 看劇本有一點點類似 可是我可能做演員 可能看三次 可能做戲劇指導會看四次五次 但是我看的時候比較多 當然一開始先順順的看 再來去想編劇 為什麼要這樣寫的看 就是換到編劇的角度 來看這個劇本 再來就是我換到 每個演員的那一條線去看 去順他的線 只要一條線不順 我就會覺得卡卡的 然後再來去跟他們討論 可是反而當演員的時候 我不會去順那麼多線 就是蠻直覺的去 感覺這個角色到底是怎麼樣 因為所有的角色不見得會有重疊 其實不見得會需要 你不見得需要知道別人的事情 而且有時候你不小心知道別人的事情 有可能會造成你的角色去預期了 對 預期了某些狀態 所以其實當自己 以角色的身份去看劇本的時候 比較會專注在自己 對 比較會專注在自己的狀態 反正不是我演的 先略過一下 對 不要弄個時間 然後自己的就很仔細的看 原來他這樣講 然後怎麼 這也是蠻有趣的啦 對 但剛剛卡虛跟我講到一個事情 就是說如果說 各種狀況允許的話 我像我剛剛講大鱷那個例子 可以慢慢發展 對 這些東西讓我們會覺得很幸福 但大部分的狀況我們都是 後來才拿到 很後來才拿到 甚至說我們拿到的時候 是很比較片面的東西 然後甚至我到演出的時候 我都也沒有看過整個劇本 常常就是 知道整個戲長什麼樣子 是我已經坐在戲院 然後首映的那一天 對 不知道製作團隊是有什麼樣的癖 他們就是喜歡看演員 首映的時候的表情 他們為了這個東西 會守護著他們的底線 而且ADR也不讓你看全部的東西 還是只是怕太多意見 怕給意見對不對 有可能 好像有可能 我沒有想過這個角度 我只是想說他們永遠都不讓我看 其他人的東西 然後我就會經常躲在那個 錄ADR的時候 躲在那邊看下一個演員 錄ADR 就可以多多偷看一點 多看一些片段到底長什麼 對啊 這好像是 好像對創作的人來說 不管是導演或編劇 雖然演員身在其中 但是他們好像又希望 因為整個後期我們不會參與 除了去後配這些聲音 他們好像又希望 可以讓我們看到說 他們心中整個劇本呈現出來的樣子 到底是什麼樣子 然後就是跟你說 我整個想要的就是讓你看到 你會長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個心態也是很有趣 對 很可愛的心態 對 那我就當作 各位是還沒有參與過 比較長的工作的狀態 來跟各位講好 因為我們下一個階段 可能我們一開始是接觸到這個劇本 接下來拿到劇本 然後下一部我們可能就會是 不管是 跟大隊讀本好了 跟大組讀本 或者是所有演員聚在一起 讀本這件事情 那所謂大組讀本 就不只是演員導演這些人 製作人 他還會有譬如說美術組的老大 譬如說 那個聲音組也來 然後攝影組也來 然後服裝的老師也會來 然後大家會共同來討論這個劇本的狀況 所以你有時候東西被改 不一定是演員 不一定是導演 可能是美術設計 我覺得這個邏輯不通 怎麼會這樣子講話呢 他們的讀本其實會分很多次 就是導演組跟演員的讀本 就是為了要抓角色嘛 然後統一表演的調性嘛 那還會有一種 我們比較少參與到叫做技術組的讀本 對還有技術組的讀本 因為他必須要列出 他有什麼道具清單 你今天寫的這個劇本 他好不好執行 他會不會有執行上的困難 就比方說我可能寫了一個 還沒地下化之前的板橋火車站 那怎麼辦呢 要打一個出來嗎 對 就製片組也得在 我到底是要進科技棚去做綠記 還是我要用 就是自己搭 真的就是搭出來阿榮片廠搭 他們會有一個所謂的 技術組的讀本的過程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你的劇本真的已經被落實到了 要做前置的時候 他就會檢查到了一些非常現實的問題 就是他的知性度 他會不會卡關 那這個也是修改劇本的一個可能性 因為最後不得不的 在不影響劇情推進的狀態之下 他可能會要你做一些修改 對 有時候是預算上的 有時候是真的就執行不出來這個東西 對 或者是你就寫了你要請瑪丹娜來演 哇 那個預算上可能沒辦法吃下來 然後瑪丹娜現在長得不像以前那個樣子 所以你也很 就真的做不到這件事情了 所以 對 反正瑪丹娜應該不會看我們這個講座 所以我就隨便這樣講一下 因為其實真的跟技術有關係 跟技術有關係 還是可以做得跟以前一樣 有錢的話 也會有就是三角形鞋鞋 就是他開了槍一顆子彈 畫過他的眼前 然後那零點幾秒 跑過人聲 跑馬燈 啪啪啪啪啪 但這東西可能跟高倍數高格的攝影器材有關係 對 對 所以那也許他就是一個學生製作啊 他要去哪裡搞那一台東西 光是租金就不知道多少錢 所以這種東西都會被動一些手腳 對對對 但這不是說 覺得你的創作不好 所以要修改你的東西 沒有啊 這實在是 我們一個短片輔導金 你要做到這麼高格的東西 那你可能 除非你爸爸是旋轉木馬來老闆 不然真的是會有困難啦 對啊 那我們如果回到我們演員 自己跟導演的讀本好了 我們通常會 其實就是大家讀一次再來 要不就是 讀完一遍之後再來討論看看怎麼樣 有一些劇可能是一邊讀 就一邊討論 那通常就會蠻久的 對 通常這種就是 我遇到的影集的狀況居多 因為它可以一系陽系 就是透過演員的讀本 透過執行 然後可能我們要拍個12集 那也許前面先出來個4集 6集 那大家讀的時候 他就回去 他就讀下來 然後他就按照每個 每個演員對角色的理解 甚至有一些火花 他可能是當初沒有想到的 他就在後面7、8的時候 他慢慢把它就是 就是再夾進去 對對對 通常影集的部分 比較會有一邊讀一邊討論的狀況 你是說就是劇本還沒有完全寫完 還沒有完全寫完 就開始前置 然後也有是他寫完了 可是因為一次讀八集很累 所以可能讀完一集就討論 讀完一集就討論 然後他們聽了之後覺得不錯 然後後面就修改 空間比較大 對空間比較大 電影比較沒辦法這樣子 就120分鐘的動作 就會一次讀完再回來討論 那其實讀就很簡單嘛 我們就把它唸出來 也沒有什麼困難的 最好有時候就是 如果空間允許 可能會套一下動作 這些動作有沒有可能在上面 真的可以做這樣子 但這個東西比較重要 就是討論 討論的部分 基本上有討論 大概就會有更動 對 討論就是 要怎麼樣來 那個 更動這個劇本的部分 然後我們 其實在前面開會的時候 凱韻給我講一個詞 我覺得很有趣 就是我們開始討論了 我們要來大抓蟲了 對 開始來那個抓蟲 那究竟這個蟲到底是什麼 就是我們來跟大家聊看看 這個蟲可能會是什麼東西 或是我們遇過哪些蟲 對 像我自己一開始 最常遇到的時候 就是書寫題 這個東西 劇本 他寫出來 然後你也是 看到他 就是寫出來這個台詞 然後他的台詞可能寫這個 喔我匆匆走過去 我就想說 我會這樣講話嗎 嗯 我就趕快走過去啊 我不會講說 我匆匆的走過去 這個就很蠻明顯的 感覺到他是 寫出來的部分 那第一個會抓的可能就是 這個部分 就是你看起來寫的不太像是 人類會講出來的話 對 那通常 像文學作品 像文學作品 或像小說 通常我們都會聽到一個 起手式可能編劇跟導演 都很不喜歡聽到的一句話 就是 我覺得他不會這樣講話 演員可能會這樣講 但 這個可能有很多原因 然後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可能真的是書寫題 或他真的是 滿不順暢的 所以這個部分就會跟 不管是編劇或導演討論 再來修改的台詞的部分 那凱勳哥跟 詩琳姐 你們 在抓蟲的時候 會有去抓一些什麼樣的蟲 當然 就是 台詞把它變成 角色會說的 這個當然是一定得這麼做 對 那 還有 針對劇本上的蟲的狀態 我還會去做更動的部分 可能就是 性格有沒有連貫這件事情 性格有沒有連貫 價值觀有沒有連貫 對對對 就是 他可能原本是一個 就是 不愛吃辣的人 結果 為什麼到了 推薦到下半段時候 他突然就是 就是 三餐都吃麻辣鍋 這個可能 當然這個是一個很 很簡單的比喻 就是 可能價值觀 才說他的性格 他的 這個 這個真的會 比較是大塊的把它抓出來 這樣子 對他的恐懼 他的欲求 那 到後來為什麼 不連貫呢 那是什麼原因 那 那不連貫的 造成這個不連貫的原因 合不合理這樣子 對 就是他沒發生什麼事 突然間就愛吃辣了 嗯 就我們會覺得 如果說知道他發生什麼事 可能可以理解 而且演員會很 氣很多三角形 我自己 抓蟲的過程 我還會 抓三角形的部分 畫掉 畫掉 就是 痛恨三角形 痛恨三角形 有一些三角形會 教你怎麼演 就是 就是三角形可能就是 我不知道 也許因為編劇很投入 他 他已經自己在裡面了 演過一次 對 一定會 一定會 我們知道一定會 包括導演可能自己也是 所以 會很投入 就會把這些 三角形 的 寫在裡面 但是其實這對演員來講 有的時候 這個 這個 這個東西 對 我現在其實要講的重點 就是說 很多的劇本 到後來會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 拿案子的書寫題 對 而且通常拿案子的劇本 他會寫得非常非常的詳細 而且甚至有點over 編劇該做的事 因為 有的時候 給錢的老大們 不一定是專業的 對 他為了要讓他們看懂 為了要通俗 他會把這個角色的情緒 欲求 喘了幾口氣 然後臉上滴了幾滴淚 然後拿起水 怎麼樣子的喝 然後 就奪醉 這些東西都寫得很清楚 但是 但是 到了演員 看得也會很爽 因為他好像在看 他真的好像在看小說 就是 哇 我每一個都有畫面 就是都好清楚 我不用自己去想像 可是 到了演員的手邊的時候 他就變成阻礙了 因為 我只需要文字跟事件 你寫的那些 那些東西 他走了幾步 喘了幾口氣 盯著母親彷彿 全世界要崩塌 就這一類的東西 都有兩個是 演員的範疇了 他是表演的 但是 事情真的只有這個面向嗎 對演員來講 他一定會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也許 他覺得他 這邊的表現方式 他會偏向冷靜一點 他不會這麼抓馬 那所以這些 我自己在看 我會去畫掉 這一些 三角形來講 就是這些 對我的表演 造成 既定的想像 或者是 講的直接點 就是阻礙 因為我會覺得 你已經把這個東西寫死了 可是 你在寫死這些東西 你往下推進的時候 也許就會被你 腦中 所選擇的 這一個 情緒的詮釋方式 影響你後面的 就也許走到這邊 他並不一定要這麼的 這麼的 哀傷 但是因為 你已經在三角形上 把你自己演過一次的 這個哀傷寫進去了 所以他後面說出來的話 也許都會受影響 對 所以對我來講 這些三角形 是我會 儘量 就除非我真的沒有 沒有想像 我才會去 依賴這些三角形 不然我 大部分我會 好好小心的看這些三角形 對 所以這個是抓蟲的過程 也包括這個三角形 你會去把這個三角形 適合的留下 還不適合的 可能把它 會講太多的 也許他並不一定是不適合 但是也許講太多 但對我來講 我會希望他有一些想像空間 讓我去幫他長一些肉 長一些血 對 你血太死 那我會覺得 你可能套失贏 套我 對 任何人進來只要按照 你給的這個SOP 走兩步喘三口氣 拿起水 一杯乾掉 留下兩筆清淚 那我會覺得說 你都把表演希望 你也不用找我了 你找一個可以做出這些事情的人 對 就是非常 就是驅動這些技法很成熟 對不對 就我會覺得他好像沒有 說太多 我很怕這樣子的劇本 對 對 確實是他有時候會 偶爾會去影響到說 他已經這樣寫 然後導演他們都是 這樣子去整理這個角色的線 然後我做一個變動 會不會這個變動太大 有時候會有一點點受影響 但也是有一些新演員 他就真的是 怎麼辦 我這場要怎麼演 三角形這樣寫 好像抓到了一個浮沫一樣 也是有這樣的狀況 所以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可以 去討論 到底需不需要 到底需要寫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能夠寫到必要的就好 你如果真的覺得這個走三步 非常重要 那 好 我們來討論看看 為什麼是三步 我覺得這我有遇過一個 但這是劇場的編劇 他就是 他在寫劇本的時候 他所有的字 他都是有斟酌過的 包括什麼 拉 阿 喔 甚至標點符號 哪裡應該斷句 他全部都是斟酌過的 所以當演員在執行的時候 請一定要照著他的本 因為他會覺得 我們講口語很容易習慣會有 阿 喔 喔這種 可是對他來說 那個不是角色 那不是他要這個角色出現的樣子 所以他非常的精準控制 他自己所有的標點符號 跟文字的使用 所以演員你自己要想辦法找到 在這個文字裡面你可以做的事 而且如何把這些文字轉換成 一個人會講出來的話 他才會是一個角色 所以當我來拍影像作品的時候 其實我一開始的時候我很困難 就是那個句子真的很難講 對 但是因為我受的訓練是 編劇會這樣寫 他一定想清楚過這個角色 就是會這樣講話 對 所以我就要想辦法把它潤過去 對 但是幾年之後我發現 欸有時候什麼時候 真的沒有 真的沒有 真的不是這樣子 哪裡怪怪的 對 而且我後來發現有時候 這件事蠻奇妙的 就是我預期編劇 他的人生觀是夠多面向的 所以他在寫角色的時候 他可以有多面向的呈現 所以他寫出來的角色 是可以有各種不同的 可是後來我發現其實好像不是 因為真的 因為這可能 所以這才會發生說 有時候演員在讀本的時候 覺得不可能這個角色 不會這樣講話 可是對編劇來講 他就會啊為什麼不會 我覺得他可以這樣子 但那個牽涉到說 我們很宏觀的去看劇本的時候 你看的是這件事情怎麼走 或是這個故事怎麼發展 但對演員 他是用角色的觀點去看的時候 那是第一人稱 你會知道我今天要講出這句話 就會是困難的 因為在那個情緒裡面 我要說這個話可能 對編劇宏觀的來看 他講這個話是為了推進劇本 可是對這個演員來講 那個角色到這裡講出這句話 他就會整個情緒是歪掉的 他就會很難 他需要花很大的力氣去跨一步 就好比說剛剛凱軍說 這個人本來不吃辣 他突然到了某一場 他突然一整天都在吃麻辣鍋 對編劇來講他可能只是想 他設計某些橋段或是什麼 讓他這樣發生 可是對演員來講 他這個角色他就要想辦法說 我為什麼會做這件事 我為什麼在大白衣店的時候 做這件事情 是因為我前面發生什麼事嗎 或是怎麼樣 我人生遇到什麼事情 他想辦法把這段路全部填滿 我這個路才會走得損 這個角色才會成立 對 大家應該聽到 很關鍵的一個東西就是 演員會常常去問你 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我為什麼要說這個話 因為在我們不管是 因為我們上面都穿身受過訓練的 演員就是不管科班 或者是經驗上來講 對我們來說動機是 蠻重要的一個事情 對大部分演員來說也是 如果說 我知道我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那我就可以理解這個角色在做什麼 他在想什麼 那如果說我沒有辦法 去知道他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就很難去做到 對 所以這個部分 就是 也 也不是請各位 要加油 就是我們可能會遇到這樣子 對我們來說也是困境的 然後我們一起來討論 然後說 看看我們怎麼樣 可以把它理得更順 因為我們有一個共同目標 就是我們想要把這個作品做好 然後其實我們的立場來講 我們是去詮釋你的作品 對我們來說 我們 其實絕對的立場 還是尊重你的東西 不會是來找麻煩的 不是來找麻煩 就是希望把你的作品 演繹得很好 讓它很完整 很OK的被看到 也能讓你被看到 假設你還沒有被看到的話 這個有時候對我們來說是 一個 對 一個使命感 一個使命感 對 我常常還有一個抓狀 你剛剛講的讓我想到 還有一個抓狀的東西是 在抓它的 假設最近很夯的職人劇 對 我就會去抓它裡面 填掉的東西 填掉的部分 填掉的部分 跟它專業的東西到底對不對 因為我有接觸過那種 而且我記得印象中這個問題 我提出了兩次 就是 所謂的自殺到底 領不領得到保險 這件事情 有一些保險公司 必須兩年後 還是說怎麼樣 他一堆 一堆規則 但是有的時候 就是為了要寫 哥哥很愛弟弟 所以他就把自己 保的聚而保險 然後自殺之後 想來留這些遺產給家裡 就是 諸如此類 有時候編劇會為了 某些情感 他要推進 但是 這些比較detail的 這些填掉的東西 可能沒有做得很足 他就會產生問題 或者是我為了要塑造 某種氛圍 比方說 前一陣子 我自己也接觸很多的 所謂的類型片 然後就是 有點像 為了要塑造成 這對男女 他有點公錄電影的概念 就是 好像就是亡靈鴛鴦 然後帶著彼此 然後去追查 去這裡查 去這裡查 透過什麼你用查 可是 到後來我們忙了一圈之後 我們突然 就有人問說 導演 這期是二零二 二三 是不是有時候 他Google一下 還是他的手機拿起來 打給對方就行了 對對對 他不用兩個人 就是兩小午餐 騎著摸摸車 在暗夜中 然後到 偷偷摸摸到 媽媽家要開門 媽媽你在不在 快點 大家就想 欸不對啊 我用手機撥給他就好了 我幹嘛冒著這個風險 出現在街頭 所以 就是這些 為了要分為創造 但是你在合理性年代上 甜調上 還是說 真的比較real的生活 我到底會不會變成這樣 你到底是在完善一個氛圍 還是在完善一個世界 這件事情 因為這個東西很容易 讓角色變成 不是像你想像的性格 比如說剛剛台雲哥講的保險的事情 我就是為了讓我弟弟可以 繼續活下去 我保了一個巨額保險 我去自殺 但我們都清楚 你弟弟是領不到錢的 你只是笨而已 但如果你寫的角色 真的是 他就是很愚衷 或者他就是一個 教育也不高 他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 然後他做了這件事情 我覺得好可惜 他就是這個 但他如果是個法律系的方法 他法律系 或是他真的是 他可能就變成分事技術了 想像道德綁架的一個 變成道德綁架的一個 因為他的這些行為 他的角色可能會偏掉 那那個偏掉 他會為了要 我們要顧氣味 合理性就不好了 對 就有時候會這樣 為了要顧氣味 才是氛圍 那我自己在看 我也會去抓這些蟲的時候 講到這個 就順帶一提 我回去看說 這一場戲他要完成的 編劇這樣書寫 他到底是 for 氛圍 還是for 邏輯 因為就是 之前有一次影展 然後 我好像碰到後島還是誰吧 然後 他是在分享他以前年輕的時候 好像有一個演員 就一直問他 就是 我這個邏輯我過不去啊 我這邊邏輯會卡關 可是 他那個戲其實 真的就是很氣味的電影 後來某島就表達 就表畫他 就 因為怕 人家怕氣味 就怕邏輯 所以就變成說 書寫的時候 其實我會給一個建議 就是你要很清楚 你這一場到底是要 否邏輯推進 所以他必須要很清楚的 發生什麼事件 還是有的時候 如果我是演員 我會覺得 不對喔 我這邊真的不會講這個 可是我會 跳回來看 如果我做的這件事 完成了這個氛圍 其實他是不是 傻不演員 而且甚至對整個戲 是加分上去的 那我就會去完成這個 可能即便跟角色 有一點點小衝突 不太那麼合邏輯的 戲劇行為 對 maybe 有時候演的這個 KIVI的戲 假設他這次都可以 要 贏一首詩好了 然後這個就很有KIVI 然後 好 那你就這樣寫 那我也 我也這樣做 他默默的他也會影響到 我後面的一些詮釋 會 其實是會 對 就是 可能創作者 編劇本身自己 可能也不是很清楚 他就是突然間想要那個KIVI 他覺得這個角色 有這個方向 這個KIVI存在 他也不是很清楚 他就想要這個東西 可是 默默的 我們也把這個東西 會融入到 整個角色裡面去 可能一開始有點抗拒 對 但如果你很清楚的跟我說 我就是 你不會就是在 打KIVI的啦 那 真的演技場 真的是寶 情調 真的會這樣 寶情調 沒有那麼合理 我們也不是 來這邊寫術讀 然後如果加分的話 就做吧 對 這可能現場也有一些 有些演員啦 好像 不管是心境 對 就可能有些演員 你如果遇到這個狀況 人家真的很想要怕KIVI 你就不要再跟他堅持 邏輯 對 你就跟他已經講過了 可是我覺得還好耶 你就可能 那應該就是 要一個KIVI啦 那你想要做這個案子 你想要做這個作品 那你就先 KIVI為主 其他的地方 我們都在講邏輯 但是我真的很怕那種 就是邊拍邊寫 我有遇過狀態 就是我上次開會跟你們分享 他要拍二十集還是三十集 然後在第一 劇本只出到 第十一還是第幾 然後結束在 第十一集的最後一場戲是 這個人跟他的媽媽 撕破臉 然後吵到好像就十年 一年半載 不會回來這樣 然後但是 可是第十二集沒有劇本 那怎麼辦呢 但是明天就要拍 第十一集的這一場戲 但是你知道 就是各位編劇們 你們可以想像那些是多可怕嗎 因為我不知道 用多大能量跟我媽媽吵架 然後我就看著上面的文字 就是他們兩個就是 父母子 決裂 然後我就一把眼 一把鼻涕 然後往死裡吵 你知道 就是一副就這一輩子 老死不相見 然後我就 應個頭就拍了 然後拍完之後呢 第十二集的劇本 隔天來 所以我到街口的鐘表行 借託了一晚 我隔天就回家 跟媽媽一起吃飯 演錯 我們就傻了 我跟導演說 那怎麼辦 我昨天都整個就是 往死裡吵耶 這是很可怕 這是很可怕 但是 我真的到後來就好怕 那個沒有出完就怕 因為我就變得很多 比較key point 的嘗試 我只能給中型的表演 就是for safe的 就是 你這樣也不會錯 但他也不會 不會太出彩 你就是順著這個方式演 不會出錯 但你說這個角色出來 能不能出彩 可能 也許可以 就是靠剪接 對 我很怕這種 就是 沒有出完 就動 然後就拍 可是 好像大部分 我不知道 我不敢接 我不敢接這種 太刺激了 刺激了 而且這個 對於我在做角色的時候 我會不知道該怎麼做 好比說 之前拍 那個 我的靈魂現在做的 喔這可以講 這可以講 那是一部電影 然後 導演其實有把劇本寫完 然後但是 我們在第一次 幾個主要演員 我們第一 我們當天坐下來 他才把劇本放我們眼前 讓我們看 說 裡面是什麼 我們一邊讀 其實真的是一邊讀 一邊知道這個故事發生了什麼 我還自己偷偷在旁邊 一直做筆記 然後讀完之後 他劇本就收走了 我也聽說是這樣 就真的是收走 對 他就真的收走 然後接下來的拍攝 就是每天我到現場 我都不知道 你今天要拍什麼 然後我只能自己看著 那個我的那個筆記說 好像這個場景 可能是哪一場 可能要發生什麼事 然後 而且 這個還牽涉到說 我們彼此之間 其實彼此演員沒有 導演並沒有做非常準確的 對我啦 沒有做非常準確的關係的建立 好比說他並沒有告訴我說 我跟這個人的關係是什麼 然後我們的 可能狀態好不好 或什麼 就是這些細節其實他沒有設定 嗯 所以他的空間面超級大 對啊 然後 因為對他來講 因為導演 他不希望演員被劇本綁住 所以他覺得說 我今天 你今天大概知道你演什麼 就好了 你就現場即興這樣 聽說杜琪峰導演也是這樣 好像是 對 就是包含他對付那個 求生哥他們 也就是 給一張紙 給一張紙 一張紙飄好飄的這樣 對 只有今天我們要拍東西 然後沒有人知道 故事的全貌是什麼 這是另外一種 創作的形式 當然啦 但 我覺得那是另外一件事 對 我覺得因為說 我最後看到成品的時候 我覺得 對我來說 會覺得 原來你是這樣剪的 那我如果怎麼演 怎麼演的話 會更好看 我會有這個遺憾 可是 但說實在的啊 可惜他 演到這種 才會得金馬獎 我覺得這種事很可遇不可修 對演員來講 那個真的是 需要不要辦自己 也許 你全知了之後 你會 對 就會拿肯成了 對 有可能 可是這樣你不會覺得說 那個 如果真的得劇本獎 算誰的 哈哈哈哈 我怎麼沒想過這個問題 每次就是 欸他 我覺得你就是 反正就認識他 然後台詞你就即興一下 欸 他入圍的劇本獎 欸這剩下人 我都 沒有沒有 招樂士有寫好的 有一個劇本 對 他是有寫好的 有時候會遇到這樣的狀況 我就會覺得 嗯 那 所以算是莫子儀 就被列在那個 編劇裡面 可能就因為 台北歌手 台北歌手 對啊 應該是有寫好 應該有啦 去問一下羅伊安 對 應該是有寫好 對 因為其實創作形式是真的有很多種 包括我們剛剛提到的三角形 包括現在有流行可能 也不是流行 就是比較西方的格式 在編劇上 它有它的優缺點 然後台灣目前用的格式 有一些優缺點 這個都可以去討論 然後 除了這些 而且因為 創作這個東西實在是 沒有什麼框架 也沒有什麼一定 怎麼樣就是對的 就是 所以你很難 我只能就我們目前遇到的東西 跟大家聊說 這可能會造成什麼困擾 這可能有什麼優點 然後演員可能覺得很confused 可是 有時候很過癮 有時候很迷茫 這些都是會發生的狀況 就是 也是跟大家聊看看 就真的是降在工作的 沒有在騙人 因為《四肢愈合》也是給一張紙的那種路線 對啊 但不一定要學 你也不是《四肢愈合》 也不是那個誰 你書符怎麼樣做就怎麼樣做 其實文字被書寫出來之後 到它真的變成影視的作品 體現在觀眾前面 這過程當中 會被就是 各種詮釋 因為它還 好 演員讀本的時候改一次 對 導演在驗收劇本的時候改一次 然後對手 我們在現場拍的時候 突然那天氣味又很棒 又加了一個什麼 又改了一次 然後 好 順檢帶出現之後 送到剪接室的時候 後期導演又改一次 又剪一次 重新排列組合 然後重新排列組合完之後 之後呢 資方 院線的 吳明顯來看 然後各個大老來看的時候 再給了一些意見的時候 再修一次 所以 其實我覺得 編劇心臟要很大 因為它是 它是作品的源頭 它是這些活靈活現的這些東西的源頭 即便它被改了N百遍 就是 經過 好多次的 就是我們講出一點 就是不斷的被侵犯這樣 對 然後到 不斷被侵犯 到跟觀眾見面的時候 可能已經 他的孩子 就明明是我孩子 可是怎麼長 有點又不像我的孩子 對 但是這在所難免 因為它一定會變成這樣 甚至到最後面有一個 最直接的刪減方式 就是你一定要改 就是3到90分鐘 我們院線好拍片 你就是得刪 你不刪也可以 你就是可能很難賣 因為它有一些時間太長的問題 它就是沒有辦法拍片 也有這種原因 各種狀況 各種狀況 所以這個修改的過程 這一定要跟各位 心靜年輕的編劇講 我們是在抓蟲 不是在抓你啊 你的作品跟你個人的好壞沒有關係 請你不要那麼走心 當然捍衛自己的作品 是絕對需要做的事情 我要我的作品呈現得好 可是你也不要 因為這樣就傷心了啦 它也是一份工作而已 你看淺一點的話 對 那我們可以在自己喜歡的工作裡面 盡量去把它做好 那當然就是最好 如果做到那個精神有損傷 可能睡不著覺 需要吃安眠藥 真的不用這樣子 你創作的時間還很長 那打完預防針跟強行針之後 我們就繼續抓蟲 因為接下來我們還會遇到一些 可能不是那麼空泛 它就很直接的 很確實需要抓的東西 有時候對我來說是 語言上的東西 它的書寫方式 譬如說 我今天拿到一個台語劇本 阿你就 是一個不會講台語的編劇 阿你寫出來的 也就是一些沒有辦法講的台語 這個時候可能我們現場 台詞上一定會做大幅的更動 因為會去順這個東西到底怎麼講 然後它的字 可能跟你寫的 是完全不一樣的 這個你看到文字的時候 可能是跟你 一開始那版本是 可能字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這個沒辦法 因為我們在現場 就是需要做這些翻譯的動作 為什麼我們需要做到這麼細呢 因為其實 可能對我來說 其實對兩位來說也許一樣 我們今天要演出這個劇本 我要講出這個台詞 做這些事 我是在為你的劇本背書的 我如果 我得做出來阿 因為 我如果沒有辦法說服我自己 沒有辦法把這個東西 離到我覺得最好的話 我是沒有辦法替他背書的 因為我不能演出完一個東西 大家覺得你做得很爛 說得很爛 然後說沒有阿編劇就這樣寫阿 那我會說 阿你是不會去跟他討論嗎 你的編劇是掛掉了嗎 這個我們也會去背負到這個東西 所以真的是很多東西會抓得很細 演員通常會先擋子彈阿 對 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怕 會蜘蛛必交的去要求劇本裡面的 任何一句話 一個字的 要改 要說不說的出口 是因為 因為我們會第一線被檢查 絕大部分的民眾會說 哎呀演得好爛喔 但是絕大部分民眾不會想說 阿他應該是好幾集喔 所以他有編劇團隊嘛 那一到三幾是這個A組 四到六幾是B組寫的 他們不會去知道我們的生態 所以他通常第一個反正他怎麼演那麼爛 他這麼口長這麼長 他這麼口長這麼長 對啊 講的不是人話 對 能不能講人話 所以這個真的是 我們會比較蜘蛛必交這些 那 而且對我來講 之所以叫演員 他不是演說家 就是說很多編劇他會在 你說為了要交代劇情 還是說 為了要 要 要加強他的事件 他怕觀眾看不懂 常常 尤其是家庭劇場出現鬆狀 就是說 你看你哥哥 你哥哥出門 那一個月才賺多少錢回來 然後什麼什麼 就是用語言來交代事件 這個是非常要不得的 就是我們是覺得說 你能演就不要說 對 那你能說的就不要用那種 拍不出來 但是你為了要 合理的認識過去 所以你就把這些責任 交給戲裡面的某一個角色 讓他去說出 你可能書寫會很麻煩 或者是沒有篇幅拍的東西 對我來講 這個也是蠻討厭的部分 對 這個就是講到這個劇本裡面 一些東西的必要性 因為像是剛剛就討論到 語言的必要性 當然其實我們 會 能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要把一個故事講得越精準越好 他有太多的 不必要的台詞是 會 會讓這作品沒有辦法 那麼好 除非你今天自己 講一個老學舊的戲啦 就是他得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一直講話 那是另當別論 但我打個比方好了 大概應該都有看 《記聲上流》 他的後面 那個爸爸 受了一個什麼樣的刺激 去刺殺那個有錢的男主人 他是受到什麼刺激 他覺得 男主人覺得他臭臭的 他就做了一個表情嘛 對 然後他那個 那個 那個爸爸就被刺激到 就直接上了這樣子 因為他是一個累積的 這個刺激 那如果那個時候 男主人說 哎呦好臭喔 什麼的 那時候會不會覺得 其實沒有必要說啦 很清楚啦 很清楚啦 很清楚 但其實高度可以更高 對 你可以做得更好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 那個地方是我 最近幾年 就是看到蠻清楚 到底有沒有需要 講話 的一個地方 因為他講了 我就覺得 嗯 第一個你在那個狀況下 你女兒都要死了 你還會 講說 啊好臭喔 你就這個角色 有錢爸爸角色 就已經怪怪的了 然後那種 肢體的直接反應 我們可以感覺到 他就是不適應這個味道 的這件事情 又可以在 因為沒有講台詞 表演上可以被提出來 我覺得是 比較好的狀態 對 但是你看到 他就 他這樣子的書寫方法 他就不適合去 投案子當神 對 因為憑正可能看不懂 他可能沒有看到這個 對 他就 為什麼爸爸會殺他 所以他是不是應該 三角形裡面 要寫出這個戲的氛圍 對 我想是的 我想是的 他不應該 三角形應該是要寫的是 情調 氛圍跟 畫面色彩 對 他是一幅 憂傷的話 還是一幅快樂的旋律 而不是說 走幾步 然後 就怎麼樣 他哭的跟怎麼樣 不是這一類的戲劇動作 而是三角形 書寫的應該是 味道 氛圍 對 而不是戲劇動作 對 這也可以切成兩個面來看 就是可能編劇 他真的是需要做比較多的工作 因為你要把你的作品呈現出來 就像剛才韻哥可能講 講的那個 你有去 去申請錢的版本 你有給演員的工作版本 申請錢的版本 省你的本的可能是 專員嘛 不一定是評審 評審他都還是這個業界裡面 比較專業的人 他省你的東西 他可能只是一個 家庭主婦 他就是在這邊上班 然後大概五十幾歲的一個阿姨 他平常就是看韓劇看什麼這樣 他沒有辦法理解你寫的東西 所以你要讓他可以理解 讓他可以接受 你需要一個版本 然後演員工作 演員需要空間 可能還需要一個版本 然後你要去申請文策院的那個 文創金 你要拿三百字幾百字的那個大綱 你要去申請金馬創投 你可能需要多少多少的準備 所以你一個編劇的過程 你要有很多種東西的書寫 其實寫的都是同一個故事啦 但是有很多的產出 但當然這個是一個很大的工作量 我覺得其實健康的狀況之下 不應該是這樣啦 假設整個是一個 環境是健康的狀況 但你講劇本就是劇本 就是這個劇本 我就去審 我就去腦去 就是健康的環境 不應該是這樣 但因為太多 因為只要有人 就有江湖 所以他就是魔動 對 而且你知道我還有聽過 有一些很 很老屁股的導演 很厲害 他 我在看完劇本 我說不對啊 導演你真的 我知道 那個是給編神改的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他是編神 他有 他就是 拿錢 他得完善他的工作 所以 你真的還寫到 他沒有東西可以改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要幹嘛的時候 你這拿案子也是有點麻煩 所以他就是 他會留一些bug 給編神改 然後說 對 你提出的東西 真的我沒有想過 我回去會修給你這樣 然後 就把他原本就覺得 是多的東西修掉了 那是他的佈局 那是他的佈局 那是他的佈局一樣 那是佈局 所以 所以編劇也是要上表演課 你有時候也是需要演戲的 健康這樣很勞辛勞累 但是 就是 江湖嘛 就是 就是 往好處想 往好處想就是 你也多幾個機會 回來看你的故事 不同的面向去看你的故事 有的時候 他就在那個職務上 他得做些事 並不是你真的不好 而是 因為你沒有東西 讓他做他 該做的工作 他就是邊審 他得審 所以這個 再所難免 再回來想到 不是你寫的不好 是這個社會不好 所以你還是要繼續好 你要繼續健康 你要繼續寫下去 等他們都老了 都逼了之後 你就可以自由一點 我自己消音 我們還是一個正式的場所 最健康的狀態 可是我一個本寫完 他就是 頭案也是這個 標案也是這個 編審看的也是這個 演員看的也是這個 這是完美狀態啊 這是完美狀態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像是 人家就是說 你劇本寫好了 或是你的想法出來了 你可以試著跟你身邊的朋友 給他們看看 對 給他們看看 或是試著說故事給他們聽 如果他們聽得懂 或是想繼續聽 表示你的故事有趣 其實有點像 就是你要去考慮 你的受眾是誰 你要講一個 他聽得懂的版本 讓他知道 他才會對你的東西有興趣 所以其實大綱 這個其實差不多意思 對 有點差不多意思 我有一個編寫的朋友 他就是講給他媽媽聽 他媽媽只看八點檔 其他一律不看 八點檔跟政論節目而已 他就是立一個目標 只要我媽聽得懂 我說的故事 我這個一定可以拍 因為我老公也是編劇 所以我在家裡 常常扮演這個工作 只是我要跳脫一些身份 我要變回那個 普通人 然後去看這個故事 這個真的是跟 說故事的方式有關 而且這個其實 也已經跟簡潔有關了 對 其實簡潔也是 對啊 因為你光是講三隻小豬 你從頭到尾流水上的講 跟你在腦中剪接過之後 再講就不一樣 真的 我跟你講 改你最多東西的是編劇 不是演員 有時候還給你前後調換 然後換來換去 剪接師 剪接師 是剪接師 不是演員 好像你在撇清責任 也不是 因為這個作品 他真的是要經過太多手了 我有時候看完 我會 我會問 就太彈心的劇本 我就問編劇說 如果有機會碰到 好 我會說 好 我知道故事是什麼 但是你的TA到底在哪裡 對 你的受眾 你的主要的 你的target audience 到底是哪些人 因為 因為就像你講的 他講給他媽媽聽 只要聽得懂 他覺得他成功 你一樣的東西 按照這個書寫 結果你拿去教大學教授看 他會覺得 你當我是 你在寫什麼 對 所以就是這個TA 可能你在書寫的時候 你腦中的這個受眾 也要很清楚 對 那我嚴重出來 我覺得現在 大部分演員 能夠拿到本的時候 都已經是 編劇差不多完成了 然後我們會對到 其實大部分都是其他演員 或是導演 但是如果可以的話 其實編劇能夠跟演員 進入到這個環節 而且跟演員直接面對面的 高通劇種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棒的事 對 因為有時候編劇你在寫的時候 你以你的人生 你人生的思考 你的脈絡為主 你可能會覺得這件事情 是很理所當然的往下走 可是對其他人來講 不同的生命經驗 他們不見得能夠理解 所以如果能夠彼此 我們隔著桌子 彼此了解說 你為什麼寫這場 你想表達什麼 我們可以更直接的溝通 對啊 這是很舒服的狀況 因為像我們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你要演一些 田那西威廉絲或什麼的那些劇本 他都死了 你沒有辦法跟他討論 所以還在試著編劇 對我們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我可以真的去問你說 你是在想什麼 你為什麼想寫這個 我了解了 我可以更怎麼樣 我不能把田那西威廉絲挖出來說 你為什麼這樣寫 你這樣不合理啊 可是就是 所以我們也在你也在 如果有機會的話 如果那個工作環境是允許的話 我也會很希望跟編劇一起討論 一起讀這些東西 對 而且你編劇就可以看到演員在 行梭那個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他是怎麼搭那個橋 這件事情還蠻妙 就是我今天要講 對編劇來講 你就是寫一個句子而已 我希望他講什麼 可是對演員來講 他必須去理解這個人的人生 這個角色的人生狀態 他才有辦法把這一句話 連到這一句話 而且甚至在這一句話過程當中 我要鋪排什麼樣的態度情緒 我才有辦法順利的接到下一句話 那有時候我們自己想 想像跟真的有人講出來 不同的人生經驗的人講出來 他的那個詮釋會很不同 真的 所以其實編劇寫完之後 其實你有機會你可以找朋友 親朋好友 或甚至是進到製作team的時候 對 看著演員把這句話講出來 你對於那個想像會更立體 而且你會更知道說 喔這樣講話 或是這個劇情的安排 會不會是流長的 一個小型的獨具會的概念 也許你會拿到更多的靈感 因為其實不管是語言或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這個角色的社會價值跟他的價值觀 對我來說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有一些戲是真的不會接 就譬如說我覺得他的 他對社會影響是負面的 的這一種 譬如說我就是 他就是好像寫一個很棒的故事 可是這個故事整個都很艷女 喔這不是 這個這種 對啊 很空 那你就是在寫一個艷女的東西 然後 另外一個方面是 這個議題真的有必要存在在這個故事上嗎 這個 他為什麼主角必須是同性戀 他是異性戀就發生不了這些事情嗎 那這個同性戀的身分究竟是 就是 你不知道該怎麼辦 所以這樣寫 或你只是想吵一個議題 如果我看出來 你只是想要 利用這個議題的話 那這東西我就不會接 這個是很直接 這個是跟個人的 社會觀跟價值觀有關 就是我的三觀 如果三觀這個東西 我覺得你不對 我就 沒得了 對啊 我不知道你們 會不會 同性議題 然後還有激情戲的部分 對 還有 還有一些 一些比較 那個 你剛剛講的 暴力 對社會的 負面影響這些 當然我們也可以想像 希臘悲劇其實也是 滿 對 滿是血的 但是他後面有得到一些 一些反饋吧 一些反思 跟一些原諒 跟一些 一些受難之後的救贖 但是如果說 我大概懂 就是有一些劇本 他會為了要 趕一些潮流 比方BL 比方 對 然後我把其中的角色 換成異性之後 他就是一個非常通俗 而且 就一般的故事 那或者是說 欸 寫到這邊非得 男女主角要來一下這樣 但是這個來一下到底不會 到底是為了什麼 沒有理由的來一下 那可能真的就是會 我不知道 因為我自己這幾年 也有審了幾次劇本 就是審劇本講的 熊英還是台北的 我看一看我發現 好多一窩蜂的題材 就真的會有一段時間 會有一窩蜂的類型片 或者是一窩蜂的探討 統治 那你明明就是在幫同志發聲 你明明就是在 在講 以台灣是第一個 合法同分的一個 我們值得驕傲的這種 這麼自由的國度 然後結果 就你裡面怎麼 十本劇本裡面 審出來的 有九本在寫 在寫同志的時候 就一定會寫進 雜交 一定會寫進 對啊 你就覺得 天啊 你到底在 就是你寫的這個東西 你到底是為了什麼 然後還有這個 這個我自己也拍了不少的 情侶系的東西 然後有的時候 當然我就會遇到很多問題 我就問 就是它到底存在的必要是什麼 對 它會不會 其實就是在 利用這個東西 達到一些很簡單的 因為 其實我 我們那天開會 我還聊到的東西 可以跟大家分享 就是早在 對岸沒有來參加金馬 是三四年前嗎 還是五六年前 五十六屆開始沒來 對 就是在 他們 還在參與的時候 我們有五分之四的講 上次被他們帶回去的 嗯 可是這個很妙喔 他們要拿龍標 他們要播 他們的劇本 必須 三觀正確 然後不能有 不能有神怪 不能有血腥 不能有暴力 不能有一些 就是 一定要邪不勝正 對 對最後好人一定要 然後不能有鬼騙 他們 他們被綁手綁腳到這個階段 但是他們每年寫出來 拍出來的東西 卻席著我們五分之四的獎項 然後 就是 你知道人被 囚禁到一個狀態 他 他能想的東西 會變成一種天馬行空 嗯 包括他們可以拍出 輕鬆加愉快這種東西 就是 回到人跟人之間 可是 你看完之後你覺得 哇 哇 好厲害 為什麼 因為他們的兵器 最容易得分的兵器 都被拔走了 三星色 恐怖 鬼怪 然後就是 暴力 血腥 就是當我們是一個 這麼自由創作的時候 是不是很容易這些東西 就被拿來濫用了 嗯 對不對 BL 一窩蜂的拍 一窩蜂的血 恐怖片 鬼片 一窩蜂的血 最後大結局 八線過海 大家全部跑出來 大亂鬥 然後無線上綱的使用 CG電腦動畫 然後 我們是不是忘記了 某一些 人跟人之間的 最最最基礎的人與人之間的故事 回到 好好的說一個故事的能力 還是說我們有一天 被拿掉了這些 限制級 三星色 恐怖 宗教 鬼魂 然後邪惡的 裸露的 這些東西被 全部被拿走的時候 我們到底還剩下什麼 這個是我這幾年感覺到 就是 確實 你看我們 我們這麼自由創作 但是我們在 他們還在 跟我們玩這個遊戲 還在參賽的時候 我們什麼都拿不到 對不對 因為這幾年 看很多劇本 確實會有一種 好像 大家在用劇本 下新聞標題的感覺 越習近 好像越好 我覺得就是綜藝化的啦 就是娛樂化的 應該講 不能講說 它就是 一個消費文化的 感覺上 好像是 這個我覺得 這也跟整個產業 從 院線的票房 轉 轉到OTT的流量 有很大的關係 對 因為給你錢 讓你拍的人 他看的就是 背後的流量數 對 然後要吸睛 因為選擇太多了 他必須要去做到這件事情 可以理解 但是還是會 友善的勸導大家 我們回到你故事的初心 你講的還是人的故事 然後這個人的故事 你用什麼方法講 這個方法的必要性 不管是類型 不管是議題 不管是 它的規模等等的 這個是 做的這些事情 是你真的想要的嗎 這是你想要說的故事嗎 因為 有時候講到親密戲好了 對 為什麼演員對這個東西 特別的 不管是嚴格 或特別的去 各種方向的去審視它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點 就是 討論到人這件事情 演員也是人類 他是人類 他就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然後他是人類 他就他有必須要面對的東西 假設 我跟事情 打我們兩個 我們三位其實都差不多 我們都是 有家庭 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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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丈夫 我們有太太 我們有小孩 我們有公婆 今天我要演出這個親密戲 我可能要背負的東西 是滿多的 然後不要講說 他有沒有結婚幹嘛 他要再怎麼樣 他都會背負著一個 被定型的壓力 那這個東西 我們必須要很認真的去看待他 因為他有時候可能是一輩子的事情 我演了這個東西 然後我小孩可能 長大到小學後 欸你媽演那個欸怎樣怎樣 這些東西我們都必須是要想進去的 所以 這個親密戲或這個東西 它存在你的劇本裡面的必要性是什麼 像我覺得親密戲在社界裡面是不能被拿掉的 然後但有一些戲我就不知道它為什麼需要這個親密戲 這個我覺得編劇也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它真的是 在你想講的東西裡面非常重要的一環嗎 還它只是一個過場而已 我覺得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 演員可能會背負的東西 就像剛剛我們講我們在要演這個戲 我們就是要為它這個劇本背書 我們要做這個不管是親密戲或什麼的 我們需要提起很大的勇氣去面對這些事情 然後來支持你這個劇本的呈現 當然你可以說我們有領錢我們是在工作 但是不是每個工作都需要犧牲到這一塊的 這個會是我們很認真去考慮的部分 對 就是所有編劇你在下筆的時候都要想清楚 你今天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它背後得負擔什麼 而不是只是你像玩拼圖一樣把它拼上去拼上去 對 因為它的戲劇的宇宙裡編劇有點像是天神的角度 對 我寫什麼它如果真的承擔它就會發生 對 所以那個影響力是很大的 對 真的是上帝視角在通篇的 導演都還比它不全職 因為說實在的 你們就是我們在那個世界的上帝 因為你寫出來的東西對我來說就是事實 並不是一個 並不是一句話或一個動作這麼簡單 它就是一個真實發生的事情 我去詮釋它 所以 我們剛剛在討論必要性這件事情 就是 像 你寫一個下雨好了 嗯 下著傾盆大雨 然後這邊那邊就會說 哇那水車要叫幾台來 然後那個下那個雨可能要花掉 不管六十萬或多少 對 那 它如果是一個沒有必要存在的東西 其實也蠻不環保的啦 對 補助為了一個三角形 翻翻拍三天兩夜過 它就短短一句話 就是某某某帶著部落的人 然後剿滅了整個漢人的村莊 然後當 部落漢人村莊 大家趕快想是哪一個 當天晚上 然後什麼萬劍七八插在茅草屋上 就這樣短短一句 然後大家趕快三天兩夜 趕快三天兩夜 對啊 所以其實那些三角形的使用上 就是說 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你們在書寫的時候 你就要去假想 我如果是導演 我要怎麼執行出來 我如果是製片 我會不會有爆預算的問題 那如果你今天要把書寫成小說 你可以天馬行空而寫 甚至就是 飛船飛出了外太空 跟火星人接觸 它都成立 因為它只會在觀看小說的人的腦中被拍出來 那你今天你創作的東西 它不是文學作品 它是劇本 它最終會變成影像的東西 那就變成每一句話都有它的 背負的責任在 對 對 當然回到你創作 當然你還是可以天馬行空 去寫很多事情 當然不是為了這些事情限制你 但是 你要理解被修改 可能有這些原因 那如果某個避免被修改 這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那你可以避免掉這些東西去寫 或者是你很早就可以開始跟身邊的人討論 讀劇或什麼 你可以做到蠻多 在給到演員手上之前 你可以做蠻多事情的 對 你可以自己先跟你的劇本多相處很多時間 對 因為 講說我們也是囉嗦蠻多的說 啊什麼的必要性 幹嘛幹嘛 其實齁 只要你清楚你想要說的故事是什麼 只要你清楚你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你願意為這個東西付出努力 付出你的時間 付出你的血汗 我們認同了你 理解你了 我們就會陪你走下去 跟你一起扛這個東西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是希望大家 多多去想清楚 然後 對 最終我們還是會陪你們走 我們也不會是 雖然說很嚴格 可是 還是都會豁出去陪下去啦 對 但我們回到在讀本的階段 我們可能會修改很多東西 包括 我們在修改 親密系啊 或是對議題的探討 或是對角色的探討等等的 其實都是 就是我們需要認同這個角色啦 需要能夠同理他 需要能夠跟他共感 所以我們做這些事情 會有這些東西 然後都過了之後 假設你不在 那我們就直接進到拍攝囉 如果你今天在的話 我們可能還有可以有更多的討論 對 然後也是你 基本上你最後能夠控制的階段 如果你不是一個大牌編劇 講一句話就說 你們不准改我的東西 我們現場就真的不敢改的 那一種的話 你在參與讀劇的這個過程當中 真的是你最後可以 保護你劇本的機會 你們有遇過編劇一起來讀劇嗎 有 還蠻長的 而且我會覺得 就是在那個會議桌上就可以感受到 我們的產業真的對編劇 比較 我覺得比較 只能講吧 我覺得應該是說 台灣普遍還是導演制 嗯 對 我們就姑且不講導演制 或者是監製制片制 我們就回歸到說編劇 其實真的好 我感受到是有點 有點缺乏 然後沒有那麼被 重視跟抵禦 但其實很不應該 因為我覺得編劇是 是電影的靈魂 嗯 對那 血肉怎麼長是表演 可是最核心的還是編劇 所以常常在那個開會 或賭劇的桌上的時候 真的就是會在最角落 看到某個妹妹還是抵禦 拿著一個 Apple然後就在那邊 對 然後就是 大家越 越 隨著那個會議的 往前推進 他頭就越低 因為一直被標 你知道 一直被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編劇 大家都不知道他是編劇 沒人介紹他 就是在那裡 打完之後 然後最後大家就是 批評完一輪之後 要上會的時候 他說 這位導演 謝謝 對啦 他這位就是我們跟著編劇 然後就覺得 好可憐 真的好可憐 但是我也 當然也有遇過很幸福的 就是編劇跟著我們拍 邊拍邊寫 而且 適罪者的時候 適罪者的時候 編劇 他就是跟著我們 然後 有幾場中藥戲 他就會在 那 為什麼有這個必要性呢 是他的文字 他的判斷 他的美學 他已經 他會比我們快 找到一個統一的方法 整個影集 他寫了嘛 所以我覺得 那就是非常幸福的 但是大部分的 好像就是 打完 寫完 然後就 拍子開 大家就不在了 對啊 那他就是會 他就耳後 他就要承受很多的修改了 對對對 啊 這個就是 很很很 很可憐的部分 那我相信 釋對者的編劇 他的 他的薪水應該是不錯的 所以他可以去跟現場 這我就不曉得 對啊 可是我覺得 我們真的要 再重視一下編劇啦 有的時候 真的就是寫完 他也許就是寫手 還是說一個 team裡面的一個寫手 然後 薪水可能也不高 或者是他是 出出茅座的編劇 然後就被 買斷三萬五萬這樣買斷 然後 對對對 可是那怎麼辦呢 他還是得靠這個 生活啊 你就把你目前這東西 顧到超好 你被看到之後 你就可以 就可以喊價了啦 其實 應該是說 然後其實我覺得 編劇這個角色 他很容易變得很 微小悲 編編嗎 就是因為 好 九把刀很高調了 嗯 九把刀很有自信啦 嗯 我們在做他的東西的時候 在 整個在排練 在即興 在修改他的東西的時候 他會突然間縮小 然後變成 真的嗎 其實也會 就是這個角色很容易 因為 你不管怎麼樣 你東西被修改的時候 好像 都好像一個犯錯的小孩 嗯 因為像是自己的才華被質疑啦 對對對 就會有差 就會突然 可是其實我覺得 不要這樣子 就是還是要 因為 怎麼講 雖然說他會變成這樣 是因為 這個東西體現出來之後 它不是文字 嗯 所以他就變成說 比方一台車 它可能是這個 這個車完成的 中間的一個 一個什麼 它不會是 完成之後 是一條皮帶嘛 它也不會完成之後 是一根傳動軸嘛 嗯 但是他在中間 他就必須很 甚至是很初期 他就 必須出現了一個零件 劇本嘛 你沒有劇本 絕對不肯拍嘛 對 但是沒有這個劇本 也不會有電影啊 所以我覺得大家是 一視同仁的啦 反而應該是要 要是這個狀態 在現場 如果真的 允許的話 可以 我們來讀劇 編劇 說出你的看法 其實 其他的角色 我不敢講 演員是會很尊重你的 除非你遇到一些 很討厭的演員啦 但大部分演員的人都蠻好的 然後可以跟你討論 可以跟你一起碰撞 然後甚至可以 在角色的 這個角度去陪你走這一輪 說我可能 是因為什麼 因為怎麼樣想 所以我才會這樣子做 然後可以 可能激發出更多的靈感 所以也要鼓勵大家 不要說在角落啦 你就正正當當 找一個位置坐下來 有一個桌子 不要都放在腳上寫 看起來超級可憐 其實故事問題都不好耶 有一些演員就是 他完全服務劇本 對 完全服務 三角形那個 做足 撈完這一筆就走了 完全按照劇本來 然後也不懷疑 不提出問題 那 這也會造成危險啦 因為 因為可能書寫者本身就有主觀 然後你也不提出另外一個方式來作證 你就按照這個 對 這會造成問題 然後還有那種 一來就是 我要為很重 我要來找編劇 理論 問題的 但寫什麼那種重的也不對 最好的狀態是 都可以討論 對 就是西島秀俊主演的《在車上》 凱特布蘭奇主演的《塔爾》 他為主演的《分手的決心》 他們的電影長度分別是 兩小時五十九分 兩小時三十八分 兩小時十八分 在劇情的推展上 我們都看到了婚外情 濫用信任的背叛 種種三觀不正確的人性黑暗 但正因為有這些黑暗才烘托出 對照出光明的那一面 呈現出電影當中 不曾被討論過 愛情的另外一種層次 很優微的 很少被看見的樣貌 也就因此成就了一部偉大的電影 這裡面的規格 跟剛剛我們前面所討論的東西 其實有很大的漢格 而這樣的東西 在台灣的影視的製作環境 似乎我們沒有條件去拍出來 對不對 因為首先片場的這個部分 我們可以同 像是你要想這三個 他們都是大導演 他們其實在話語權上 是有跟片商或是發行商 有足夠的能力去抗衡的 他的名字 是願意讓片商拍片的人 去拍他的東西的 對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如果他今天是一個很新的 像我們中國的一位導演 他為了捍衛他的片場 他甚至 自殺 因為他這個話語權 他其實真的是看 你有沒有足夠的話語權 做這件事情 對 這個是一個現象 但有很多部分 他其實對自己的東西很有自信 他去捍衛這個東西 當然是沒有問題 但是很多是目前的狀況 他捍衛不了 那三部片的導演 都很有成績 他的演員都是很有成績 他對於票方有號召能力的 他有絕對的條件做這件事情 對 那剛剛提到三觀不正這件 並不是說我們三觀不正的戲 就不演啦 重點是他討論的背後是什麼 像你說的他背後的光芒 看到愛情的另外一面 我們當然會去看這些東西 但如果你講了很多新三色的東西 那你其實完全沒有討論到 你到底要什麼 其實講的直接一點 一個例子就是 因為這也不是教導電書 這我自己也跟大大聊的 因為 我們那時候在拍那個 樓下訪客的時候 他自己也說了 十二年前的 他的樓下訪客的文字 他就是為了邪惡而邪惡 他並沒有給他一個背後的 一個精神 他十二、十三 到現在應該十四了啦 十四還是十五 但是那時候我們在拍的時候 他跟導演跟蔡姐講 就是說他 那時候他也對新聞媒體說 他覺得他那時候寫 他覺得欠一筆 少了一個什麼 但是他後來在 把他變成電影本的時候 他找到了這個 這個房東 為什麼要這麼做的原因 就是他後來 不是把他加了一個女兒 加到他背後 受到了一個什麼樣子的 一個多磨難的一個過程 他被關 被心情那些東西 然後所以他為了要報復 但最後其實 情感還是埋在 體現他對女兒的思念這件事情 所以他化身成一個復仇者 所以 這個背後 刀娜在十二、十二、十三年後 他還在找到了這個 背後 這個 support這個角色 去做那麼多邪惡的事 可是他背後是有一個 找到那個原因 對 所以大概 我們剛剛聊的其實就是這個 就是說 這些 這些所有的 惡 噁心的東西 變態還是說情色的東西 他 他當然就是 我剛剛提到 如果我們可以像修拉悲劇一樣 讓他受難之後 我們最終 因為電影最終還是 還是藝術 那藝術就是 他最終 意是美好 術是方法 他就是一個 教我們美好的方法 所以你不能 其實我就是要拍一個 很邪惡的東西 來散佈邪惡的種子 還是說 當然 你如果說 我們拍一個EP 讓大家就是 有一個慾望的出口 那可以 因為 食跟色是人性 對 你說 就是在這些 您剛才提到的那些作品 他其實背後 都有他的一些光輝 愛情的層次也好 這個當然是最影響的狀態 這是最影響的狀態 因為你說泰 他需不需要存在 他也是一個很特別的作品 我們知道導演他心中 想要呈現的這個東西 即便你不真的很清楚 他要做什麼 或者是甚至說 李安導演他可能 我們不確定 故事是怎麼樣 他即便想要試驗一個 在電影產業一個 新的技術 我們其實都很願意去 嘗試這個東西 但確實是有很多 東西他寫出來 你可以知道他是沒有意義的 重點是這一個部分 而且我們都希望 產業能走到那邊 但是他就是需要完善的工業化 但我們大家都知道 其實台灣現在的影視產業 還沒有到所謂的工業化這件事情 那什麼叫工業化 就是百花齊放 我們有決然的娛樂性的 我們有得獎電影 我們也有一些 就是粉紅泡泡 然後我們也有一些警匪 就是各式各樣的 可以服務所有觀眾 但我們現在始終 在某一些主流上面 做一窩蜂的事 就比較可惜 那這個東西背後 很多東西可以探討 包括資源 包括政府的政策 包括院線的排片的規則 所以您剛剛說的 這也對 就是我們目前好像沒有 太大的可能性做到這樣 但大家都在努力 其實最 對這件事情 最有力量的是觀眾 對啊 你願意看 就有人願意做 我做出來了 你花錢願意買 這些人 這些事情誰不做 但目前觀眾 他比較買單的東西 就變成說 目前產業一窩蜂 往那邊去 對 這是目前的現象 對 好 那我們先中場休息一下 我們下半場休息十分鐘 我們再回來好不好 OK 大家可以先上個廁所 對 謝謝各位 他們現在還可以指示提問 對不對 對 在那個田 還有好多人 留下來跟我們一起 對啊 我剛剛第一個感覺是這樣 就是沒有走過 沒有走過 進來之前有點壓力 會不會更冷 對 好 那我們現在手上有拿到 還有田那邊有拿到 各位的提問 那可以持續繼續提問對不對 可以繼續提問 可以再掃上面QR Code 可以 中間有問題都可以繼續提出來 那我們會針對幾個來做 對 我們會挑幾個 這樣 我們如果回答不出來 就不挑了 好負責任 對 一個不負責任做法 然後 我們也給兩位看一下 那凱薰哥也有先要先回答一下 對 前面的題 好 因為剛才最後一個發問的先生 他提了一個 我覺得蠻有意思 他有先問過渠島 因為你有來聽渠島的專長的 對 提了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勺子發的非常嚴重 然後整個產業上面的受眾 包含電影院的觀眾 還有創作者在書寫的時候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去持續的讓這個產業 我們持續的撐住這個電影產業的東西 那 許導當然是從一個producer的角度來回答這個東西 就是說 可以從很多的題材上著手 還是說從 在行銷上面來著手 這樣子 那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非常非常好 而且它 凸顯了大環境的一些困境 就比方說 我不曉得在座各位編劇 在書寫劇本的時候 到底是會選擇一個在地化的方式 書寫呢 還是做一個國際化的方式書寫 那這個東西也跟整個電影的 它有沒有被工業化有關係 還有就是說你書寫出來的 你到底把它定位在一個 我是上院線的電影劇本 還是我是像前進 早些年有好多的公共電視人員劇展 一魚多吃 你難以界定它到底是電影還是電視 他去了金鐘獎 他也去了金馬獎 他也去了北影 他也去了明天的那個金稅 對 就是這個東西 我覺得很有意思 就是我們在書寫的時候 你的TA究竟怎麼抓 那我也回答 剛剛我們在外面聊的時候 我也回答 其實這個東西是一個大範圍的問題 就是 現在很多的投資者 在拍電影的時候 其實它已經變成了 它不只是要看票房 以前票房開出來是決勝負的嘛 但現在這個世道已經是變成說 所有的投資者 票房對它來講已經是這個 第二線 第二線的思考 因為它最終還是要賣 我只要賣掉我的製作預算 我已經回來了一半 然後甚至打平 對 然後我在上院線的時候 就變成是 那個都是多的了 多賺的了 所以還有包含說 雖然少此話 但是其實 其實很多人在書前 就是有些現象級的電影 比方我們小時候 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的鐵達米 班上女同學 去看了七八次大人文哉 然後包含這次的 就灌籃高手的電影版 還有就是那個 Top Gun 其實也有這種情懷 現象級的東西 就有人去實體刷我 周邊還有朋友的先生 Top Gun去看了十二次 對電影 然後每次就是音樂一出來 他就哭的梨花呆 就是那是他的青春 先生很想開飛機 之類的可能有個 飛關夢這樣 但我的意思是說 當你們在書寫的時候 其實你們就可以去 mark出來 我的受眾到底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然後我們剛剛也提到了 少子花跟大櫻木的笑 因為您的問題 可以見證你是一個老電影人 就是你是一個愛電影人 所以 你會用一個票房思維來思考 但是你們記不記得 金媽這樣的時候 張姐說了一句什麼 張姐說我好怕 霓虹的被LED取代 我好怕小螢幕被大螢幕 大螢幕被小螢幕取代 可是Sorry 這個是不可逆的 它確實是會變成這樣 而且 我敢大膽的想像 我覺得以後的電影院 它是某種西洋產業 而且有大部分小的戲院 會變成觀光產業 小朋友進來看喔 這個是 這個是那個你以前爸爸媽媽看電影的時候 等一下一人發一筒爆米的話 我們來播個什麼電影 體驗一下 對然後唯一會存在的那種 40X 就是各種甚至以後更先進的那種大廳 就是4 那些爽片體感沉浸式的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不可逆 有點悲哀 但是我覺得也許會找到不同時代的精彩的方式 那在書寫的時候 它就已經 因為以前有所謂的電影跟電視的分辨 我們從獎項來分 就分金馬跟金鐘了吧 但是現在已經打破這個翻禮啦 就是你在拍電視電影的時候 它也有可能會變成去參加了金鐘獎 它也去參加金馬獎 因為以前有所謂的電影 電影4K的這個限制吧 但當所有的器材都到一個quality的時候 到底有誰可以說出什麼叫電影感 手機都可以拍4K的 沒有所謂的電影感 我今天看了周迅的一個 用就是跟Apple合作的一個 跟iPhone合作的一個電影 拍得真好 那個旋轉 你以為是以前傳統的Jimmy G 不是呢 它就是一個空拍還是什麼 我不知道 那反正就是說 已經沒有人可以決定你是電影還是電視了 因為沒有一個人可以說 我就是這個世界的王者 我是專家 我可以告訴你這個東西 有電影感 那電影感來源 燈光 美學 語言的選擇 敬畏的下法 還有整個色調 時間感 它可以 其實我們大家都知道你是電視還是電影 大家心裡都一把尺 你們某些時刻在看90分钟的這種規格 電視電影的時候 你們也可以知道說 它就是把電視搬到電影院去演啊 或者是你其實心裡知道說 對 它在電視播 可是我覺得它電影感好強 但是所謂的電影感是非常主觀的 那這個東西有沒有辦法在書寫劇本說就被決定呢 還是說 你會不會對自己寫出來的東西 有一個疑惑 就是它是不是一個mix 它是一個米克斯 它是電視還是電影 這個東西我想在文字階段就可以被決定 那這個東西範疇有點大 因為有點哀傷討論起來 可是回到演員的時候 我們這樣都是演員 我們也有遇過這種問題啊 就是當作單位在跟你談所謂的仇勞的時候 它會用小成本跟你談 你知道嗎 我們就公完集團的350萬 450萬一集 可是全世界都知道你會去OTT啊 對啊 對啊 可是我前院的時候我就跟你講 這個是各個部門都會發生的問題 這個是各部門都會發生 但我反而沒有那麼悲觀啦 因為我覺得如果有一些現象級 或時代性的作品被呈現出來 它也許就是另外一個鐵達尼 觀覽高手還是Top Gun 它在 當從陸地的陸戰變成空戰的時候 它就不是一人一票一票房的利潤了 它跟少子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因為好的作品 它其實是可以經過50年100年的解釋 它在OTT在MDB上的評分 它是可以一直被點 那這個東西已經打破傳統的思維 因為它已經有檔期的線 現在一直在對 所以其實是這個狀態的 那大家家庭劇院的HOME Cinema 也會越來越豐富 電視越來越大 螢幕越來越小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是大環境的問題 它不只是單單是我們今天論壇上講的編劇的東西 那我覺得我大致上回答這樣 然後就是讓各位有志從事編劇的朋友們也知道說 我在書寫的時候我的東西會變成怎麼樣 會去哪裡 這個東西其實在演戲上我們也會有所調整 我們也在學習 因為往常我這個東西就是要進電影院 它就是在電影院播 所以我可能 我的方式可能會比較傾向電影一點 那如果這個東西它就是 我知道它就是要在 電視 可能電視或它就是要在3D播 我變成大家做捷運的時候的手機的平台 我詮釋的方式可能會有一點點不一樣 因為它的尺寸差這麼多 為什麼這跟編劇有關係 只要販子跟表演有關 就會跟編劇有關 那好萊塢他們有一個分析的邏輯 就是每幾分鐘我必須要有一個高潮點 我必須要有爆點 我要去抓住觀眾的研究 但是當所有的 您剛說的上片的時間片長 排片被打破的時候 我做個捷運我15分鐘就可以看一個G的時候 當我的平台變得如此碎裂 那麼不像進電影院 花350、400 把自己坐一趟車 關進一個可以盒子 專心的去看一個電影 都沒有那麼多干擾的時候 這件事情不存在的時候 變成手機追劇的時候 你書寫出來的東西 在節奏上就不一樣了 尤其現在抖音這麼盛行 很多東西已經抖音化了 很多戲其實已經這樣做 最明顯的就是每句韓劇 對啊 所以你們在書寫的時候 已經 那個腦袋已經跟我們以前接觸的劇本不一樣 你們要顧慮得更多了 就是我要在一個什麼樣的平台上面被看 我如果要育於多吃 我進了電影院之後 這個東西到時候在OTD頻道上 都咬咬咬咬的時候 很多這樣子啊 你看那個 《Never Earth》上面很多的美劇 歐美劇 它一集它不一定是60 它也不一定是8 它有可能 45分鐘 我們剛 之前的那個紙房子 紙房子有18分鐘 一劑有六集八集的 有18分鐘一集的 有27分鐘的 對 所以這東西取決權 就在各位靈魂創造者的手上 你們到底要怎麼去 在不同的平台上 服務不同的文字 那我覺得這東西 我反而相對是樂觀的 因為我覺得 百家真名它必有它的好處 對那只是說 過渡期的振動期 大家要怎麼去 去度過這個創作的過程這樣子 嗯 謝謝 謝謝 我們可以往上 我最近有看到 什麼想要回答的問題嗎 還是還在觀看 因為滿多題的 我一直在聽你們講 我是一個沒有辦法分析的人 你選 你選 那我選一個 有一個題目是問說 在編劇或演員所謂的業界 一定要達到特定的高度地位 才能夠獲得話語權嗎 或是獲得尊重嗎 如果是 是否會過於成功導向 如果不是 我們要怎麼改善這個境況 其實說實在這個問題 跟你到任何行業都一樣 不是說只有在 我們藝文產業是這個樣子 你有成績 你有曝光度 你有話語權 這個是 很難改變的事實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那你說我要怎麼樣去改變 話語權這個東西 我也沒有辦法改變 因為我在這個結構裡面 但是我能夠做的努力就是 我可能現在獲得一點點的話語權 我坐在這裡跟你們講話 我可以跟你們說的事情是 就是我尊重所有跟我一起工作的夥伴 不管你是編劇或你是導演 當然現在總體藝術來講 會很尊重導演的想法 這個不管在劇場 不管在電影電視都一樣 但不只是編劇 包含我們 包含我們 我們美術組的現場美術 我們 我們現場書畫人員 包含我們的 演員管理等等的 他們每個人都有他們的 參與創作的一些部分 我們都會盡量去尊重他們 跟他們討論這個東西 小到說 欸我這個馬克杯 好像 我自己個性很粗獷的人 我會用一個很精緻的玻璃馬克杯 你覺得我會 我會 我會這樣子拿嗎 然後現場美術可能跟我說說是說 欸可是我覺得這個是他展現 他心裡面很特別的一塊的部分 那我覺得我尊重這個想法 因為這個是他看劇本所詮釋到的東西 他身為同樣的創作者 我們也尊重這個東西 那我能夠做的事情就是 執行這個尊重 然後也告訴大家我們可以尊重 這是我目前我想到能夠 改善這個狀況的方式 對 你是流汗還是在哭 我是過敏 因為你 這樣好像很感人對不對 對啊 沒有我左眼會過敏 講著講 說著說著就非常重來 這樣拍哭戲真的很好用 拍哭戲只要看一下就有了 你的鞋子嚇了我一跳 突然轉過來痕情默默 然後帶著一點淚痕 我是過敏啦 抱歉啦 抱歉 對 我覺得話語前這件事情可以 當大家都在抱怨產業不好 或是你遇到的團隊不好的時候 其實還有一個原因是 我覺得大家有一個思考點是 你可以想你也是在這裡面的一個人 就是你一定可以做一些什麼的 好比說如果我喜歡玩蝦 我就跟喜歡玩蝦人在一起 你不要硬去跟一些喜歡玩蝦人在一起 那你當然會不舒服 那如果玩蝦是一件在這個地方適合的事情 漸漸的這一群人的力量會越來越多 越來越多 聲音會越來越大 因為不要覺得自己太是屬於勞動階層 或是我們是比較後面的 我們沒有話語求 我講的話沒有人會聽 不要這樣想 嗯 就講簡單的 呃 影視產業裡面的那個勞動條件好了 對 因為以往大家都一直覺得明明就是 就是工時太長 然後很多直災一直在發生 嗯 但如果大家對這件事情都是有意識的 而且我們就是對於這樣子的公司 或是這樣的團隊我們就是不接 他找不到人慢慢他就會萎縮 我是這麼相信 對 不做最大啦 說實在的 嗯 對 然後這也我也被提醒過一件事情就是 演員可以簽工時 我們如果堅持我們的工時 工作人員也可以早一點收工 這是我們目前有辦法做的事情 對 這是我這幾年一直在做 對 然後就是很夠人玩這樣 對就是覺得很雞掰 拍完就好了 為什麼還要隔天再來 對啊 就我們也要承受這些東西啊 不是啊你就OT不要收啊 怎麼可能不收 我就說我不收的話 OT收才會有壓力啊 不收我就害到工作人員啊 對啊 那我們有影響力 我們當然要讓環天更好啊 對啊 收爆他 只是會扛一個雞掰的罵名 我們是真的 真的有被罵過 就是說 喔沒辦法啊 蔡家英要回家啊 所以我們只好那場戲刪掉啊 什麼什麼的 欸 但其實有 譬如說 書畫主或美術主跟我說 他好久沒有睡覺了 可不可以今天中間收工 我說沒問題 交給我 對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 像我們今天 坦白講啊 填在這邊 其實很多演員 他是要不來講這個東西的 是什麼 很多演員他是不願意 出現在這個場合的 因為這個場合 你有講話就一定會有被 檢查的 檢查的部分 我覺得 不要說我啦 就是現場兩位 資深的從業人員 願意出現在這裡 也是頂著 可能會被罵的風險 或被質疑的 的部分 然後 其實 我覺得出現在這裡 就是我們願意 參與 改善這個環境的 其中一個 對我們來說重要的事情 欸 上來也是會緊張好不好 對啊 要不然你以為 這個會給我們多少錢嗎 沒有喔 對啊 對啊 你還要自裝還要裝髮什麼的 對啊 這是其實 你們問我們的問題 我們正在努力 就在這邊努力了 對 對啊 其實這跟剛剛講到議題有關 對 就是我們要拍什麼樣 創作者你要創作出什麼樣的東西 你創作這個東西到底是為了什麼 你只是為了虎口 那也沒有關係 虎口也是一種選項 對虎口是真的很需要的 那你 對 就是你要 應該說我們都有一個最美好的一個憧憬 所以我們今天走進這個產業 我們進來做電影 你知道所有的電影 尤其每次每年的那個電影 電影的盛典的時候 你都會看到一群人 他們真的是靠夢想在往前走 那 真的 那那個東西 它是 如果你有那個心思 你希望你的作品是可以很久遠的 是可以 被未來的人都可以記住的 那你在前面投下的心力 就一定要 你要對他負責 而不是只是想說我丟丟看 現在流行什麼議題 我丟丟看 那也許他有一點可以走 九 我相信所有可以走很遠很遠的作品 都是因為前面他們下了非常多工夫 以及他真的很想要做這個題目 他願意花所有的心力 不要說所有 他願意花心力去投注在這上面 去了解 真的去理 從各個方方面面去理解 這個題目到底在講什麼 他是真的想做這件事情 而不是 他只是一個現在流行的東西 因為現在流行的東西 一定很快就過去了嘛 所以回到產業 其實如果你真的想在這個地方待很久 就表示你真的很愛他 那麼每一個人都有那個改變的力量 去讓這個產業做更好 是不是有點太... 凱旬哥要哭了 等一下 太正面了 我只是好像發現我的麥克風沒有聲音 來 這邊 嘿嘿嘿 Check check 我相信你沒有麥克風 你還是後邊那邊拍都聽得到啦 聽得到嗎 有事快奏 無事 無事 還是要繼續討論 對 我覺得 聽一聽啊 我覺得最... 嘿嘿嘿 好 我覺得要多寫 就像我自己 以前會很堅持 也堅持演某種類型的戲 那 你就會變成一個樣子 對 但也沒有不好 你也許可以在那個... 那個... 調性裡面 做到你自己 對對對 但... 那我覺得如果是一個... 因為... 電影也好 還是劇本創作也好 說到底 我們都是跟 Entertainment 有關 都是跟娛樂有關 嗯 所以... 真的不需要給自己這麼大的包袱 因為你記不記得我們大一的時候 老師講過一句話說 表演是屁 然後那時候小孩子 小孩子就覺得 怎麼會是屁啊 表演是神聖的 我一定要怎麼樣 然後什麼什麼 就是... 你們肥大花扣 對啊 然後... 欸後來長大之後 漸漸發現 他真的是屁 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從生活來的嘛 嗯 他沒有那麼神聖 你沒有好好的過好你的生活 你不會有這些東西的 嗯 然後再來是 當你烏雲罩頂的 很緊張 我要寫出一個狂事劇作 我要演出一個很好的戲的時候 你的慾望已經凌駕於你的時候 變成表演在玩你 而不是你在玩表演 嗯 對 這個很有意思喔 這個很有意思 當你鬆的時候 你就自由了 可是當你一直... 所以我會鼓勵說 一直去寫 就像很多的演員 或者說怎麼樣變好的 我覺得你就是一直去演 不要分亞俗 不要分... 不要分什麼 所謂... 有一題問得獎電影 藝術電影 嗯 其實沒有那麼二分法的 現在... 現在沒有那麼分得那麼厲害 所以就是不斷的出來 包括有些像你剛剛講的 我為了虎口 我寫的 那就寫啊很好啊 很好啊 它可以support你繼續燃燒你的夢想 廣告案子寫 廣告案子寫 就是政府的工商案寫 為什麼 因為這些東西 你永遠不知道 你在練習的東西 會在哪一個 你認真看待的作品裡面 幫到嗎 發酵 這是真的 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就是我 因為我拍大家之前 沒有人知道我是在幹嘛 沒有人知道我是什麼 我得獎的時候 裂姐的感言是說 不知道從哪裡突然冒出來的 嗯... 那我確實是這樣 那我會被看到的原因是因為 我同學在學校 拍他要去申請研究所的短片 啊我錄過 我說我也要演 然後我就跑進去 然後他說 你就把那個東西砸壞 我就去砸砸砸砸砸砸 然後砸完之後 嗯... 我拍一部片好像對表演有點興趣 我就去上表演課 這是我們需要表演課 結果那個部片 因為去美國申請研究所 然後就意外的在那邊 有一個華人影展 在那邊播了 剛好大二的導演 在那邊看短片 看到我 然後他回來找我 剛好我上完表演課了 嗯... 其實我覺得就是做 就是做啊 沒幹嘛就是狂做啊 案子沒有分大小 對啊 而且你覺得 越不容易被看到的東西 在我身上 好像 有時候莫名其妙就被看到了 就出現了 對啊 啊你覺得 哇這個案子一定賣得很好 好像沒有人看 其實我覺得 我自己的感受是這樣啊 就是說 很多的新的編劇也好 演員也好 都會想說 我第一個東西 我要質地有生 我要立刻就嚇壞所有的人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孩子 我很愛 我現在就遇到這種窘境啊 就我買了一個房子 然後太小了 但是 就是有... 可是我的基格出 我的基格出怎麼辦 我要... 對... 又花那麼多點裝網靠 要怎麼辦 所以不要有這種迷失 就是... 真的就是做 因為... 怎麼說 剛剛... 有一個題目我召回來 他說 想請問美國女孩中 如何演工作爸爸這個角色 然後劇本的時候 劇本做到哪些部分描繪對人有幫助 呈現角色跟原本創作寫的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 很多人會為了說 這是我的第一個作品 其實... 那個Fiona 就是阮鳳儀導演 美國女孩的這個導演 這個是她第一個長片 當然她在海外的時候 有一些短片已經獲得肯定了 姐妹也好 還是那些短片 就是... 很多的新的創作者 會有一個迷思 就是... 我要請住所有力量質地有生 所以我改了又改 然後會有一些莫名的堅持 然後跟... 就是一個人... 正正人 一個人 贊所有的人 贊導演 贊... 贊改她劇本的人 贊完 再贊演員 這樣 就是我要... 我的東西就是神勝不可 可是沒有... 其實沒有 因為就是... 呃... 你寫出來了 然後這是你第一個東西 但是你必須要很清楚的說 好 這個東西我到底是 賺錢 對... 國父讓我有下一步 還是說... 呃... 這個東西其實是讓我練習的 嗯... 你要很清楚 你... 不可能什麼都是 不可能你... 你出道級巔峰 就你不可能第一個作品 就讓你... 這家編劇 然後開始你變成華人的一個很強 所以... 很多東西都是練習的 那... 我為什麼說我跟這個問題扣在一起 是因為... Fiona的那個雅量 讓我非常的驚艷 因為很多... 編跟島會變成衝突 對... 編劇跟導演會衝突 然後導演會跟製作方衝突 因為導演想怎麼拍 但製作方想省錢 所以... 他其實各個部門 應該是要一起把這台車開好 可是... 往往還是會有一些互相抗衡的狀況 那... 最可怕的是 其實我最怕遇到的是... 三種狀況 美國女孩都遇到了 但是... 我覺得Fiona處理得很好 都處理得很好 就是... 你也在嘛 我剛剛想到我三個人都在 你也在嘛 對啊 就是... 你知道我說... 三個問題是哪三個問題 第一... 導演就是編劇 因為他導演的... 在台灣導演誌來講 已經是... 很能控制一切人 他又是編劇 對 他就是更... Double的加成的大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他自己的故事 他自己的故事 對 因為他就會有個先入為主的事情 我爸爸不是這樣子的啊 什麼什麼 所以... 你知道早期在接一些... 就是... 宗教電視台 或者是那種真人真事的時候 依著... 志氣的教練的時候 其實只要這個人還在 我的角色是他的原型去變的 我就會問創作者一句話 就是說... 好... 我現在是Copy他呢 還是我現在是... 有權力創造一個新的角色 對 那你告訴我 你寫出來這個角色 你到底是拿它當Rivens 還是說我其實... 你只是給我一個Best 但是我其實可以從這個Best上面 再建立其他東西上去 對... 那這個東西對我來講是這樣 那... 我說最可怕的三天之後遇到的 他的... 第一個長片 他是導演 他是編劇 然後... 他自己的故事 制片又是他未婚夫 對 然後... 他自己家裡的故事 我死定 我想說完蛋了 然後再來就是... 導演二十多歲而已 年輕人會有一種扭... 直扭嘛 對... 會完蛋了 欸...要去的時候還蠻舒服的 就是空間很大 就當然我們不難發現 很多人的第一個作品 為什麼都會販賣自己祖宗的故事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最不需要天馬行空的想像啊 他可以... 我媽媽就長這樣 我爸爸就是長這樣 但是... 我說Biona很棒的是說 這個... 這個問題問說 有沒有跟原本的角色不一樣 當然已經非常不一樣了 然後還有就是... 他是以這個為出發 可是你可以去把它長成你自己... 創造出來那個角色的樣子 對... 所以... 真的不用太堅持覺得說 我寫下來他就是鐵摺 我這個就是要變礦石劇作這樣 有的時候... 呃... 會有... 人一定有盲點 對... 讚強的大事都會有盲點 對... 那你讓自己的心胸開一些 有時候你... 你... 放過自己... 呃... 東西會變得更自由 嗯... 會更豐富 嗯... 是...是...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要相信團隊裡面 大家都是為了這個作品要再往上走的 嗯... 而不要覺得這一個人今天點出了那個什麼問題 那他是來衝康你的 嗯... 或是他太剛閉自用 所以他說的這些我才不相信 嗯... 我覺得... 對我來說我都會希望 今天有人說我什麼不好 或是我今天在看劇本 這個東西... 這個詞我覺得好難講 對我來說我都會覺得 我有沒有那個能力把它吃下來 而且演得更好 嗯... 這樣子... 說的東西才會越... 把彼此各個團隊搭起來才會... 這個作品才會越來越豐富 而不是彼此在扯彼此後退 我覺得 對 演員、導演需要很親密這個戲才會好看 嗯... 然後導演跟編劇跟演員要是一體的創作 才有辦法真的把這個作品呈現得更好 這是我目前遇到的狀況 不管我做指導的時候 不管我做演員的時候 Fiona是給很大的空間沒有錯啦 我在演那個數學老師的時候 然後... 我的台詞只有兩三句 我說欸... 可是... 我說Fiona可是... 她要走很長一段路過來到這邊 我好像沒有其他話可以講 她說... Fiona說... 你就想辦法講 你講什麼 我就拍 我說喔好啊 對啊... 那我就來講喔 她給很大空間 真的是滿大空間的 我們家具行那個 我跟妹妹 跟姊姊兩個人 在丟東西 然後挑書桌 化妝桌 那個... 那個也是她就機器一架 欸... 小燕哥 去吧 去哪裡 去哪裡 你就演吧這樣 所以其實這些東西都是在幫助她自己 因為她自己後來有時候 其實有很多的意外是演員給她的 那你們必須承認一件事情就是說 呃... 電影產業是... 它為什麼叫... 它為什麼叫複合藝術 為什麼叫抵芭蕾 因為... 它為什麼是這種... 它裡面... 它不只有文字 它如果只是文學 它當然就是編劇主導 但是它今天... 綜合了好多美學 服裝設計 燈光學 攝影學 音樂 還有... 表演學 所以它是一個複合藝術 也就是說 它是一個交響樂團 它不是一個獨奏會 它不是一把沙子風 它也不是... 就是... 奠吉他的Solo 所以你必須要去有這個... 啞亮去... 海涵這一些... 呃... 你的partner 給你的... 創作能量 嗯... 然後... 並且互相加乘的往上 金翠獎、金馬獎、任何獎 它所有獎項都是分部門的 它並沒有只有一個... 最佳導演獎 或最佳編劇獎 所以... 我們在各個部門 就是想辦法把自己的事情做到最好 然後能夠合作 然後能夠... 一加一大於二 我覺得它是一個... 一個很有... 就是在電影創作過程當中 或者討論劇本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 就我們講抓蟲嘛 但坦白講 我覺得它是一個... 很美的妥協的過程 為什麼說很美 就是它不是那種... 好啦...沒有他那種... 那種妥協 它是... 這樣喔... 跟我的不太一樣 那你要不要說說你的 喔... 那我覺得... 好像比我的好一些 那我們一起這麼做 是不是會更好 其實它是一個... 我們遇過很硬的 有... 就是在演某個... 真實的角色 還在的 而且... 他會來現場看 看你怎麼演他 對不對 然後後來呢 我就被導演在旁邊說 他不會這樣 我說那... 麻煩... 他現在人在旁邊 找他演就好了 你找我就是要創造啊 對... 那你如果要拍紀錄片 你找他嘛 所以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有那個雅亮去... 這個... 這個... 妥協的過程 但它是一個美好的妥協 對我來說 他是選擇一個 兩個人都覺得更好的東西啊 對... 不是選擇更差的 這是某種分配關係嘛 對... 哇... 這個就... 學問很大 有一個問題我有看到 是想... 我也想問兩位的啦 就是他其實主要是問詩穎傑說 我的靈魂是愛做的劇本 讀完被收走了 角色沒有建立得很清楚 但你要怎麼樣拉出這個角色的一致性 之外呢 他也問了一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有親密戲或動作戲 沒有走過戲或沒有排過戲這些事情 會不會風險很大 好 我先講角色一致性這件事情 我覺得演員今天不管你有沒有本 你一定會為這個角色想好前一後果 你一定要幫他找到一個人生的一個脈絡 他遇到事情有可能的狀態 然後再去應對到劇本裡面發生的事情 所以... 當你把前面這個建立好的時候 有沒有本就還好 因為你自己已經建立好了 但是有可能 好比說當時戲裡面有一場戲是劇本沒有的 就是... 對劇本完全沒有這場戲 我甚至連這一場戲 他到時候會放在什麼段落 我都不曉得 所以當時... 因為導演也沒給內容 他也沒有說 他就只有說 你們兩個等一下會在... 你要跟那個小王... 小王... 你要跟小王... 小王約了你在咖啡店談談 我知道是哪一場 對... 然後導演也沒有說要談什麼 然後也沒有說要發... 我不知道他怎麼剛剛說的啦 但在我這邊其實真的是沒什麼資訊 所以我在現場就真的是抓著我本來自己的設定 然後他講什麼去回應什麼 但是當然 你會看到我的所有表現會很真實 是因為我自己有我自己的設定 但是我不知道導演是不是希望這樣 而且我也不知道 他到時候放在劇本... 劇電影的哪一個片段是不是合邏輯 我不曉得他後來怎麼剪的 但對我來說很可能就會... 我贏我當時有的反應去做出來 所以那個其實真的很吃... 演員的... 自己的設定跟你自己的本能 而且如果你是一個沒有經驗的演員 你可能就會... 有機會會跑掉... 對... 設定這樣子 因為這不是... 應該說這不是一個很... 非常... 常見的狀況 對... 對... 這是我第一次遇到的 對... 所以也是... 你就只能嘗試這個方法去試試看 因為我們也很常遇到 根本就是第一次遇到這個狀況 那我要怎麼辦 好... 那秉持著不傷害自己 不傷害大家的原則 做下去 因為我也不知道會長什麼樣子 對... 那他的問題的後面 親密性 親密性的部分 我覺得我想特別提出來問兩位的部分 這個號稱 跟我們睡過台灣時候 一線女星的台詩歌 不要亂講 你說說看你睡過誰 哇... 這個睡過的都會紅喔 不要亂講話 收拾頭戒敵 排隊排隊 對... 對... 因為你對親密性的這個看法 因為我們剛剛也特別提到 親密性的必要性這件事情 對... 我覺得劇本收走現場直接來 是不是會有風險 坦白這樣... 這樣回答好了 我覺得有 也會沒有 嗯... 那... 所有的這一些... 不會日常發生的這一些 需要做Rehearsal的這一些 戲劇動作 其實... 他真的就是需要Rehearsal 他必須要先被Mark出來 在... 劇本書寫完之後 拍攝之前 在這中間的時間 他就必須要被Mark出來 而且不斷地討論 嗯... 但是到底討論到多戲 我覺得... 那個就跟... 演員的... 本身自己的專業度 還有他自己能夠接受的程度 有很大的關係 嗯... 嗯... 也跟... 創作的現場 有很大的關係 我說會不會有風險呢 嗯... 我舉兩個例子好了 嗯... 我剛剛提到說 劇本我不喜歡三角形嘛 所以他絕對不會... 親密性他絕對不會寫到這麼detail嘛 就是... 男主角把... 六下... 然後... 從前面還是什麼幾下 六下... 對... 他們做了什麼東西 他不會寫到這麼細 他... 了不起就是... 他們就... 激情... 他們就... 兩個人就... 發生了... 對... 但是這個東西 真的就是... 我覺得這已經... 編劇會有想像 那... 觀眾也會有想像 導演跟演員也會有想像 但是他必須... 要... 你看... 就像我們剛剛提到社界 嗯... 湯偉跟... 楊曹偉已經是這麼專業的演員了 他們在現場... 一樣當然也分享過嘛 他們在現場的時候還是有尷尬 還是有情場 還是有很多的... 才走到了... 現在我們看到這麼高的藝術 我遇過兩個戲 一個是... 我覺得蠻遺憾的 就是... 一個電影 然後那個電影裡面 我有... 我的角色有前妻 然後那個前妻是... 自放安排來的一個model 然後他是... 沒有演戲前... 身材非常的好 二十多歲的一個... 外星主持人 然後... 他的第一個戲 然後... 導演是... 導演是個非常... 非常street的一個... 當然是直男啊 然後... 那個... 現場的攝影師 燈光師也都是 然後在拍攝的時候呢 當然... 那個年代沒有所謂的... 親密指導 現在開始有... 親密指導這件事 就是... 男女的... 接觸的時候的親密指導 你們知道這個角色嗎 你們知道親密指導嗎 對 現在開始有 那早些年沒有 那天晚上我們從... 晚上七點多 拍了十多個小時 拍到了... 天亮 然後呢... 然後... 我們是真的... 非常... 就是... 胸貼... 重要部位貼了之後就拍 然後... 女孩子在看了劇本的時候 她只有看到這幾條描述就是... 呃... 他們兩個就是... 前夫前妻 那因為都是很... 很接地氣的人 他們就是... 激烈的... 就是... 有了一場性愛 然後... 尋找熟悉又陌生的體溫 然後到天亮 然後那個女孩子看了這樣子的文字 她覺得她準備好了 對 她覺得她準備好了 因為... 沒有寫到... 沒有寫六下嘛 就是沒有寫那麼細嘛 所以... 她覺得她準備好 可是到了現場 那是另外一回事 就你們在下筆要很小 因為為什麼現場... 會另外一回事 她絕對不可能是兩個人罵 嗯... 對... 你在... 你在演啪啪啪的時候 一個... 一個這麼高在這裡 然後... 床頭可能還... 還踩一個收音師在那邊看你 然後... 跟教師在那邊嘟 就各式各樣 然後... 然後還有一些... 可能一些燈光助理 還是說攝影助理 如果... 如果他們是實習生 他們沒有這種... 職業的敏感度 到這個度的時候 會造成傷害 因為... 我就看到好幾次啊 就是... 可能我們那時候開會講的 就是... 要清場喔 然後就開始附導很大聲的那樣子 要清場喔 大家出來不要在裡面 不給看的喔 金子做的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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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那個在女演來講 會覺得 是不是我不夠大方 我是不是害到大家的精度 我不夠敬業這樣 大家要清場 我是不是不夠敬業 然後就造成傷害了 然後還有那種就是... 就是好 我在拍 然後... 然後... 然後可能就是... 做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 到這個可能... 看一看 然後就... 轉上去 跟那個收音弟弟的這樣 你知道嗎 這都是傷害耶 這隊員都是傷害耶 所以... 你說... 你只看了文字 我就進去拍 我覺得我辦得到 本我告訴你 你就是辦不到 你知道他那天到後來 躲在廁所裡面 哭了大概三四十分鐘 導演進去講 後來找了一個女的 副導進去講 然後沒有親密指導 結果後來戲出來 白幹了 大家就... 王幹到天亮 幹十幾個小時 然後... 剪掉 全部剪掉 他沒有出現在這電影 沒有前妻的角色 跟劇本完全不一樣 他被抽掉了 然後... 首映也沒有人敢通知他來看 嗯... 然後... 然後這個人... 出這麼多了 這個人就... 現況 消失在業界了 然後... 後來我不知道嫁人了沒 但再也沒有看過他演戲 然後他的... 外景組織也停了 他應該蠻受傷的 這是第一個例子 第二個例子 我說... 呃... 沒有Rehearsal 呃... 沒有劇本會不會造成傷害 第二個例子是 你看... 我跟... 李姓在樓下行客那樣的狀態 我們就是... 大家就是來工作 就很清楚 然後你是劇場演員 我也是劇場演員 所以我們就大致上講 那個講要講到多detail 就是... 我的手什麼時候會上去 然後這個... 這個... 老張從... 櫃子裡偷跑出來的時候 我會... 我李姓對不起 我會從後面喔 然後我的手會... 游移到你的額頭 遮住嘴巴 會從脖子下來 然後... 你告訴我 我的手觸碰你胸部的時候 你的機會是什麼 嗯... 對... 不要碰到點 還是能不能揉 那這個角色適不適合 那你的手會不會下去下面 嗯... 那到後來已經... 已經沒有... 餘力去... 做所謂的吃豆腐 還是用油色眼光化 沒有 為什麼? 因為你要照顧彼此 摄影機一 rolling 你只有彼此 因為... 我們在臉蓬頭下面 導演只講說 你們有15分鐘 我說導演做什麼 你們就從... 前面前戲開始到... 射精完成 就這樣 那... 好... 所以我就跟... 我們必須溝通到 非常的細 非常的細 因為... 你只要兩個人 沒有在同一個頻率上 就會尷尬 嗯... 所以溝通到 因為... 我跟理性... 理性也算專業 他是有備而來 他是interview進來的 所以他知道他要做什麼 所以到後來 我們在那個尿風頭下 是衝到... 防護帖 掉了 他們說... 他們... 山莊組... 書畫組講的寶貝套啦 就是年的那個... 被水沖掉了 我們是彼此看得到彼此的 然後又要保護... 又要保護彼此不被攝影機拍到 所以有一場 不是我把它放在窗台上 然後我的臉就在他的... 身體下面 那是因為... 我... 我只能這樣了 不然... 會被拍到 對... 互相保護 然後我跟某個 也嫁人的女演員 也是啊 就是在計程車上面 然後... 攝影機這樣從我背後移過來的時候 他的胸貼掉了 他就很自然直接抓著我的手 然後我就往胸口上放 然後... 之後他跟我說謝謝 所以... 會不會危險 我所謂的有... 就是剛剛那種例子 就是... 你完全沒有辦法杜絕說 現場會有任何一個雜音 對他造成傷害 那... 對手彼此照顧的狀況 在沒有劇本下 你們知道有親密戲的時候 你們能做什麼 你們能做的事情就是... 討論到非常非常 detail 我一開始... 以前會拍誰你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溝通 二十多歲都不知道怎麼溝通 我就發現說真的來了 角色來了 戲演了 然後... 要親他 親了之後 結果對方... 我發現對方嚇到 那時候我也二十多歲 你也嚇到 我也嚇到 我去跟他道歉 但是... 所以... 此後我就再也不尷尬了 就是... 大家... 所謂的先兵後禮 對啊... 先禮後兵 就是... 我跟他說好... 那你覺得這... 這對雙人會不會捨吻 他們的吻是哪一種吻 是法式聲吻 還是蜻蜓點水 是浪漫的愛輔還是衝撞 對... 這個... 老夫老妻應該是衝撞 你知道我們會把它完全... 當做一場年夜飯的戲來剖析 如果大家看過Betty Blue的話 會知道歐美的文化是可以接受這件事情的 第一場戲就... 男主角躺在那邊... 女主角在... 幫他逼... 對啊... 就是... 對啊... 那個... 那個是... 他們的行李體很自然 可是... 就是... BJ這樣... 對啊... 對啊... 幫他BJ 但那個是歐美文化 那... 華人的劇本到底要... 有多長遠的路 我們才能走到... 讓... 性愛的食色性也... 飲食男女 我們到底要怎麼... 讓... 男女的事情跟飲食一樣normal 很難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 儒家道家的社會嘛 所以... 但是... 但是不能啊 你要... 要開拍的時候 你不能有這樣子的 你必須要做到很... 你必須問到很細 那個傷害就會降低 所以劇本沒有寫 那怎麼辦 你只能靠對手 你只能彼此討論 對 現在好一點點的是 因為我也... 做一些細的親密指導 這也是我所謂 我自己盡我的力氣 去改善業界的一環啦 就是... 親密指導這件事情 我們在前期的... 設計的排練 跟演員討論等等的 然後到現場的親一場 演員心理的建設程度 這一些等等的 都會在... 前期的時候就處理好 盡量讓後面... 像這種... 心理受傷啊 或者是可能會露點這種狀況 盡量少發生 那也是追求這個作品 能夠被呈現到更完整 更好的程度 這個是目前在努力的部分 那因為... 其實金馬這幾年 也有做這件事情 他請了一個... 那個大師班的時候 請了一個... 那個... 歐美有名的親密系指導 來跟我們... 演講 來上課這樣子 然後我們有... 就這些東西往下繼續發展 然後... 能夠做到什麼程度 不曉得... 正在努力的路上 對... 這個就是盡量去做 那... 回到... 剛剛... 這個... 扣回去一個... 話語權這件事情 我在做這件事情 然後... 你寫了親密系 然後... 製作單位... 知道他們... 他們現在會有一個壓力啦 就是... 我們好像有親密系 得要找親密系指導 不然會被講話什麼之類的 這個是很好的一步喔 嗯... 他們至少有這個意識了 知道要保護演員了 知道... 這件事情不錯 不做的話 你可能會被... 說話 這個是非常大的一個進步 欸...我又過敏 我不是哭 對... 然後... 我自己覺得的下一步就是 好... 我們親密系 有這些步驟 這些配備 這些程序要走 會花這些錢 你能不能接受 你能接受 我們來把它執行到底 對... 現在... 目前... 在我所知的地方 走到這邊啦 但有一個東西 可能還沒有辦法很先進 因為... 目前好像還沒有 很強的這個技術 就是... 現場的保護... 的貼的這些東西 因為流汗或什麼的 其實還是很容易掉 目前啦 那可能這些東西 有在研發或什麼 它需要很大的經費 可能... 不是我們能夠 馬上去處理的 但是現在 又在進步當中 這個部分 那如果你是演員 你遇到親密戲 現場有演員 你遇到親密戲 沒有... 嗯... 你看到這個戲 有親密戲 它沒有寫很仔細 請保護自己 在前期的時候 想辦法抓著導演 抓著編劇 抓著製片 抓著你的經紀人 去問 會發生什麼事情 嗯... 去模擬會有什麼狀況 嗯... 沒有人理你 我跟你講 你不要做 嗯... 真的... 沒有事情比不做還要大的 就是... 這個機會沒有了 還有下一個機會 你不用為了這個機會 要付出你的一切 可能... 甚至傷害到自己的心理身體 對啊 嗯... 這個真的是需要 喊話的部分 哎呀 然後有沒有... 我拖了這麼久 有沒有看到什麼想要回答的問題 我覺得工作沒有那麼了不起啦 人生比較重要 嗯... 對 可是... 最吊詭的是你過好人生 回來之後 你的工作是會變... 才會做得好的 才會做得好的 這個... 這件事情很... 我覺得很吊詭 對... 20出頭睡的時候聽不懂 就是... 就是一窩瘋的摘頭進去 然後focus 可是... 就覺得... 沒有那麼的... 豐富 但是當你... 你... 生活過好 然後... 放鬆自己的時候 回過頭來 它反而幫助到了你... 你創作的東西 欸... 這裡面有一個很有趣的問題 他就說 我都沒有什麼人生經驗 那我要怎麼創作 該怎麼辦 像凱旭剛剛講到 說他20幾歲的時候 演戲可能很衝 或是幹嘛的 我覺得那是過程啊 那是過程 那個衝有衝得好看 對啊 你沒有用力 你不會學到放鬆嘛 對啊 如果一開始就... 放鬆就糗了嘛 就... 就鬆到底了 鬆到掰掰 對啊 但那個... 他沒有人生經驗 他又得寫這些東西的時候 該怎麼辦 我覺得是找自己麻煩 因為... 因為你... 如果沒有你就不要騙自己 因為你騙了自己 你也騙不了別人 對啊 就是... 你一定是從你有共鳴的東西 去著手 哪怕是販賣... 我們剛剛講的 販賣祖宗 販賣家庭的東西 但是... 你要怎麼把故事講得好 這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能力 那題材的部分 真的不要挑戰自己 陌生的 或者是... 就是... 也沒那麼感興趣的 對啊 那會給自己找麻煩 如果真的是你是... 得要賺這個錢 你得要... 你得要做這個工作的話 田調很重要 田調真的可以幫到你很多東西 仔細細的 紮紮實實的去做田調 不是胡作亂作 其實有很多課可以告訴你 做田調的方式 怎麼樣蒐集資料 怎麼樣應對 怎麼樣... 不去傷害到你田調的人 如果你做的題材很特殊的話 其實有很多課程可以去上 有很多資料可以去找 這個部分我覺得 大家是可以各自努力的部分 對啊 我覺得經驗不足 那就是想辦法拓展自己經驗 就是多讀書 多看電影 多接觸不同的朋友 多試著開放自己的... 思考的模式 更接納更走不同的思路 我記得我在... 30歲左右的時候 我表演到一個狀態 然後有一天 一個表演前面講一句話 開啟了我另外一個可能性 他說 你可以不認同這些想法 但是你必須知道那是什麼 就是以前我可能會覺得說 好比說這一個人的價值觀 是我無法認同的 於是我就把它撇掉 我就完全不去理解說為什麼 可是當他講這句話之後 我試著去理解 這個人可能做某件事情 好比說他出軌好了 我以前可能覺得出軌 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所以我完全不想不認同 出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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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脈絡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創作都是啦 你不見得要去接納那些 也許不是那麼正義的事情 可是你必須去理解 他是為什麼到那裡的 然後如果你開放了自己可能性 去同理這些事情的話 你就可以做到更多更多可能性了 你要先接受有這樣的人存在 我以前也是 我不認同為什麼有人 虐貓虐狗虐嬰 我真的很難理解 我想要去理解我也很困難 可是我首先得做到的是 我承認這樣的人存在世界上 這個人存在世界上 他就有故事 那我就 他不是你不關心就沒發生 對 你必須先承認他的存在 你才能夠靠近他 寫的說特別是 因為我常常也會覺得說 我覺得我很難當編劇 不是說書寫有困難或什麼的 其實我覺得對我來講 要把腦袋拿給大家看 是很赤我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在座的各位編劇 其實是非常非常有勇氣的 把你的腦 你的想法拿出來給大家看 其實是很尊敬你的 我覺得那筆全裸 可能還要更私密 對啊 我這邊看到一個 我還蠻想討論的問題 如何真真實實地呈現一些現實狀況 不管是比較黑暗或者是不被看見的 用可能是比較直接或比較赤裸的方式 但又不銳利嗎 像是很多社會事件 在視之欲和導演的作品中 被以較溫柔的方式敘述呈現 但又能帶來強烈的反思 謝謝 好 我覺得這可以分很多層面來探討 就是 這個問題體現了台灣創作者的某一些良善跟溫柔 因為他提到要真真實實地呈現 不管是比較黑暗還是不被看見 但是他又提到 是用比較直接赤裸 但是又不銳利的方式嗎 這就要問你的說故事方式 因為 還有這個 拿到你書寫的劇本的導演 他的風格是什麼 這會非常的不一樣 我記得以前我在念華僑高中的時候 然後我們班來了一個很怪的化學老師 然後在他之前已經有一個物理老師 已經被我們氣走了一個 然後就是那種很老的老先生 就是那種 他上課就不看人 他說故事的方式 他在講那個化學公司 物理的那個原則 他就是 因為他知道你們班是自由生 所以他只是來領終點費 他就是第一頁好打開 那這個燒費把它放進去之後 如果你們把這個加進來做 我們現在跟我講這個 從頭到尾 他不跟學生眼神交流的 從頭到尾 不跟學生眼神交流的 他就是完事 然後 好痛苦 因為他上課 其實大概一半大家都已經睡攤了 你知道嗎 後來來了第二個老師 他說故事的內容 他裡面課本一定內容一樣 但是他說故事方式不一樣 他說 我跟你講這個燒杯裡面 就是隔壁的橋生 那個 松梅道道隔壁那個印尼的橋生 每次打籃球都跟你們幹架的 這一杯是你們 藍色這一杯是你們 然後兩邊的 倒在一起 就像那個超龍遇到有沒有 你就追那個誰 阿泰你有沒有拿鐵棍 沒有嘛 反正你們三十個人 換他二十個人嘛 你們在超龍開幹幹掉之後 剩幾個 這兩個倒一倒 然後燒掉一些 就剩下十個嘛 他這 聽懂耶 你知道聽懂 成績瞬間變好 這東西跟你說故事的方式有關係 這 這個問題本身有BUG 就是我要真真實實的呈現一些 又黑暗又不被看到的 但是我要怎麼溫柔不直接的換個方式 你不覺得這個問題本身在你身上是矛盾的嗎 如果你是一個有勇氣的創作者 你要揭露這些比較Dark side 或者是比較不被看到的 那你就要有這個勇氣 我記得前上個禮拜好像有一篇 FB有一篇文章正在講這個東西 他說 最近很夯的某個劇 然後他為什麼 我不知道 但我沒有仔細看 你也說了 我在這裡會有風險嗎 對會有風險 會有風險 會在風險之下的講話 開玩笑就是說 對啊 如果你既然要講 那你也知道你為什麼要講 那你就可以直接的講 不用什麼 當然視之欲和他有他溫柔 但是那是他的導演風格 但我覺得 我覺得如果你有這方面的害怕的話 你可以選擇一種創作的技法 叫做對比 什麼叫對比 就是你們會發現 視之欲和的作品都緩緩的 溫溫的慢慢的 但是他就算再溫柔 他一定會有某一兩場 讓你覺得 哇 so real 就是我不忍足堵的狀態 但如果 《女人之曉得夏日清晨》裡面 有一場戲 我是有被嚇到的 就是 李英是那個妹妹掉到樓下 但他 有些導演的風格 他很直接去拍那個妹妹 掛掉的樣子 但是視之欲和拍的是 這個東西掉 他種的這個東西掉下來 可是我無比的心痛 你完全get到他 我完全知道他講什麼 但他是一種說話的 說故事的風格 是 那可能 那個 昆丁劇拍 他就是給你看那個 對 他說的是可能同一件事情 其實這個問題 其實在問的是導演手法 對 他並不是 但你要 編劇也是可以控制 是 你一開始就 你就像那個老師 那個老學舊老師 他就是 他就是 流水這樣 另外那個老師 他就給你畫面 所以 當然這種東西 你要怎麼揭露真實 你說如果像龍乳這樣拍 當然也是很heavy 從頭heavy到尾 可是 你說視之欲他給你某種 關注跟溫柔 但是他在 你必須知道這件事的時候 他告訴你 就是這樣 對 那那個 我說的對比就是這個 但當你們都知道聲樂 我整首歌都在 都在副歌的時候 我就沒有重點 所以你可以揭露真實 你可以揭露 dark side 但是你要用什麼糖衣來包他 那個選擇權在你 你怎麼書寫 你用多 多 多撫慰人心的方式 還是 我就是要讓你看這個世界 就是這麼cooler 對啊 甚至很多搞笑的東西 他其實是很愛想的 因為這個跟手法有關 這個 無法給 這沒有正解的 就是沒有是非對錯 他沒有是非對錯 你也可以像經濟者一樣 就是很多哲理的東西 可是最後告訴你的東西 就是超殘酷 就是各種方式 那他不會有正解的 所以 這個 這一題 我覺得 就寫吧 寫了就知道了 不要那麼善良 說我是不是要用什麼 比較 委婉的方式 你都已經打算要揭露真相 除非 除非你是策略性的去包裝這個東西 你要達到反思 對 那你才會去想怎麼轉彎 但如果你就是要去揭露黑暗面 揭露不被看到的東西的話 你可以勇敢 勇敢之後 說故事的方式 再來做決定 因為那是第二層包裝的東西 這也會連結到前面講的就是 你不要先把自己跟作品 連結在一起 你不要等於這個作品 你先把自己拉開一點點之後 你跳出來寫這個東西 也許他可以給你更多的勇氣 因為像我們演戲的時候 我有時候 這個角色我真的 可能過於同情他 或者是過於難以詮釋他的時候 我會先跳開來 告訴我自己 這不是我 然後我反而更有空間去詮釋他 去說出他說的話 這個是我年著太高的時候 這是其中一種方法 也許你寫的時候也可以拉開一點點看 其實在表演也是這樣 對 然後我這幾年我會試著 做一件事就是太 拿掉一些理所當然的 詮釋方式 不管是演出還是書寫 因為我自己有寫一些東西 就是 當我第一直覺我覺得 百分之九十或八十的人 會做這個選擇的時候 我就會把它拿掉 為什麼 因為影像的觀眾說到底 他們在看的是 Surprise 你給我不一樣的東西 可是我可以得到你要講的東西 但如果 如果 我寫出來的劇本 跟我演出來的東西 都是我演一半 我演開頭 你就知道我後面要怎麼演的時候 你覺得觀眾會繼續看下去嗎 所以其實就是你給我驚喜 但是這個驚喜不是惡搞 是必須要能夠服務到你要所得 而且合理 所以我在篩選這些的時候 我會把一些 理所當然第一次想到 一開始直覺上很多人都會先想到 那我就直接先過濾掉了 對 我會選擇一個 當然也不是標心立意 就是說 有沒有一個更能夠抓住別人的眼球 還是說更能夠 去 去 達到更大的punch的書寫方式 跟說故事的方式 能挑選觀看的角度吧 就是書寫的角度 對啊 現在自己 我們都是有小朋友 你在講故事的時候 就很有感覺 你講 剛剛講三隻小豬 你也可以很傳統的說 野狼餓了 然後 就跑去大豬 二豬家 三豬家 最後就 紅磚瓦弄不倒這樣 但是你知道 當我 發現我兒子開始 動腦筋思考 我去跟他講這些的時候 他要搶話 我知道 後來那個 二豬用木頭這樣 你就知道 他已經耐不住性子了 所以你知道 我後來 我就同樣的故事 就換湯不換 我說 你知道其實大野狼很無辜 對 我也是覺得大野狼很無辜 那你知道嗎 他搞不好 你知道他為什麼催倒了他嗎 還有你們知道嗎 其實最邪惡的是 小豬 老三對不對 對 就是你知道我在講 我已經開始剪接了 我在剪接我的話 我在剪接我的腦袋 對 我說大野狼其實只是想去借胡椒粉 而且他那天過敏 他那天過敏 或是他剛幫到這邊很想交朋友 對 他可能拿了一個派想去人家家裡 人家看到他就跑 對 所以這個 剛剛那個問題 我覺得你問的已經是 導演的詮釋方式 但我覺得說 揭露黑暗面這些 你如果有心 你就做 你就揭露 但怎麼包裝 這個跟你的戲 要呈現出來的調性 有關係 對 有關係 這個沒有辦法 有人給你正確的解答 那我補一個 我覺得 你要講這個題材的時候 最好你是跟他們 站在同樣的位置 去看這件事情 你有一個目標 希望這件事情 是被關心的 或是說 就是你要跟他們 是站在同樣的位置上 而不是你站在外面 我覺得我是個救世主 我要把你們救出來 所以我來說這件事情 那個說的方式是不太一樣的 對 嗯 這就是我們剛剛在說 講 寫劇本的時候 你要用第一人陳凱 是用全知者的觀點去看 因為那個會牽涉到 觀眾在看的時候 他會從你這個題材裡面 感覺到你是真的在關心這個題材 還是你只是站在外面看而已 嗯 然後告訴別人說 你看我在同情他們 好可憐喔 我們要同情喔 我在同情他們 那東西會不一樣 對 對 你有沒有沉浸式的體驗 嗯 有 其實但是他不是寫劇本 或演戲的時候 是 我有在中途學校教書 然後我是 我主要教的對象是女生啦 那我每個禮拜會跑 跑超遠去幫他們上一堂表演課 這樣子 然後 他們很喜歡我 他們 他們會跟我抱怨 可能其他課的 不管同學課 或什麼課的老師這樣子 我後來 他總結出來就是 欸 因為我上課的時候 會跟他們講髒話 或幹嘛的 跟他們玩這樣子 就是 可能 就是那個 起跑點不一樣 嗯 我跟他們來講 我就是說 你們就是 你們就是笨 才會被抓在這裡啦 你聰明一點 就沒有這種事情了嘛 那為什麼笨 我們來解決笨的問題啦 或者是 就是 或者說你們就是白癡 連這個都不會 就是其實 聽起來很 三觀很不正的一個老師 可是 因為這樣子 不小心他們就 把我 感覺是跟他們一樣的人 我沒有同情他們 或是我沒有試圖 把他們 交成一個更好的人的時候 他們反而更願意跟我待在一起 更願意接受我給他們的東西 這個是 這個就是 體感體驗啦 嗯 對 到現在都還是 我還是在 我還是在交 我交好幾年了 然後 我就覺得這個方法不錯 我覺得我同樣的方法 一直交下去 然後我甚至還會提罰他們 我說的提罰是 好都 都交不過來 好圍圈 大家一起做棒式 做30秒 好精神已經 好精神集中 好我們 我們起來繼續做活動 就是 當然一般學生 你不能叫他做棒式啦 對 那因為 也是因為我可能跟他們站在一起 所以他們比較能夠接受我 對啊 一定是你比較能夠同理他們 他們才會願意接受你做這樣的處罰 而不是覺得 就是那個處罰不會讓他們覺得說 我真的不對了 對 然後 你討厭我 所以你要處罰我 因為你站在裡面說故事 你跟他們站在一起說故事 你會看到 這一圈裡面的 你是從核心出發 但你站在外面用同情歌跟上帝視野去說 這一群你不熟悉的人的故事 你只能看到表面 對啊 而且位置我詮釋 是 昨天去爬山很累 不管我難得來一次 全部給我站起來 像你知道他去爬山很累 可是 可能原因就在這裡 我知道你 可是你不管你就是給我起來 的這個狀態 我覺得可能放在寫作或演出上面 也許是 有用 有時候 偷偷提到一點導演 如果導演 跟我也是站在同樣的角度 我也會 在演出的時候很幸福 對 願意給予更多 是 對啊 有時候我們是老師的角色 有時候我們是小朋友的角色 但都是需要 我相信很多導演也需要 演員 愛他啦 幫助他建議他的自信心 幫助他建議自信心 告訴他說你現在做得很棒 對 你寫得很好 我覺得你簡直是天才 就很有心情回去寫24個小時 不用睡覺 對 可能 可能 其實就是 大家交朋友啦 互動 然後 保障落口 求進步 其實 我們做的事情大概 有一部分是這個樣子 好 扯遠了 凱旋哥 劉武跨給什麼 我剛剛看到 7374題 我覺得大家應該 蠻想了解的 我覺得這兩個問題可以一起討論 7374 就是覺得故事劇 737是覺得故事劇情重要 還是傳達議題重要 好這是737題 7374題是 覺得編劇寫的劇情需要討好觀眾嗎 商業片跟藝術片的定義是什麼 這兩個問題 那 其實很多問題 當然 有一些是 比較 針對表演的部分發問的 我們就會自動跳過 因為我們今天這個專長是4這個嘛 好 那這兩個 你們有什麼想法 覺得故事劇情精彩重要 還是傳達議題重要 好 這是7374 覺得編劇寫的劇情需要討好觀眾嗎 那 商業片跟藝術片的定義是什麼 其實我會蠻好奇 你知道怎麼樣討好觀眾嗎 我沒有抓得很到啦 我不曉得你討好觀眾的定義是什麼 對 我覺得他可能意思是說 滑眾取寵 還是說 決然的面對觀眾 藝術片商業片這件事 我覺得 這個問題要回到 施主你本身啦 你想寫什麼就寫什麼 對啊 如果你對這東西 沒有興趣 你寫也不會好看啊 那 或是說 除非你給你自己個挑戰 這東西你沒有興趣 但你有沒有辦法把它寫成 我有興趣的東西 它燃起了你的Energy 或是燃起了你的那個 鬥志 那自然而然 他寫出來就會好看 對 那如果你本來就不是一個 喜歡討好別人的人 那陰術也不會好看啊 所以其實 事實有這問題 你要問自己 對啊 商業 對啊 你覺得自己身上的 是商業片還是藝術片 對啊 我不是強調你 也不是你問的啦 不確定是誰問的 就是 這個很難去定義 你覺得九把刀 覺得自己寫的是商業的東西 他可能知道 可是 那他不管商不商業 他喜歡這個東西 這麼說好了啦 我覺得 其實 我們都 當然 我懂你的意思 就是 很多東西會被說 商業片 商業片 那是藝術電影 別人看不懂 但其實每一個 其實坦白講 每一個創作者 都希望自己做出來的東西 又有藝術高度 他又能幫 資方賺錢 那個是最完美的 其實歐洲電影很多是這樣子的 好萊塢也很多是這樣 只是我們太容易二元論的去 二分法這些東西 一個 一個 能夠賺很多錢的 片子 就算他是很藝術的 設計 那我們還是覺得 他是商業片 他 只要有商業價值 我們都可以定義他為商業片 那只要有藝術高度 他都能夠 成為藝術片 但是 但是這個就關係到 什麼叫做藝術高度 有些人覺得 早年 早年 周星馳新爺的電影 大家會覺得 搞笑無厘頭 但你知道嗎 就是在 對岸的某一所學校 就有周星馳電影學科系 就是專門研究這門科 所以 對我來講 很多事情 零到一百之間 都不叫藝術 但是 任何一件事情 荒謬的也好 還是說 古怪的也好 同樣一個情緒 同樣一個方向 打到底 當你做到極致的時候 他就是藝術了 對 醜到底也是藝術 恐怖到底也是藝術 情色到底也是藝術 所以 當你 就是高高低不低的時候 你很容易就會被 分門憋了 那得不了獎 那個賺不了錢 但是 當你一個東西 咬著這個價值觀 觀測到底的時候 就是 一件事情做到極致 它就會變成藝術 所以 我覺得 難以定義 不好定義 什麼叫商業 商業當然很好定義 就是它幫我們賺了錢 它就是可以成為商業片 那 藝術 藝術 藝術片的定義 它有所謂的廣義 藍義 藍義 那廣義當然就是大家 很會說 好悶喔 看不懂 得獎片 藝術片 對 可是其實不是這樣 真的不是 任何事情做到極致 它都會有它的美感出現 對 那 編劇 需不需要討好觀眾 或脂肪這件事 我覺得取決在 你多想到這個工作 因為 當然 這很現實 你可以不討好它 那你就在家裡寫 100個劇本 然後它永遠不會被拍出來 你家財萬貫 你就不用討好它 你知道 我跟韋豪合作的時候 他其實那時候 目擊者之前 他是先拍紅衣 對 但他其實 他也說 他心裡想拍類型片 就是這種翻轉 他自己也說過 他很欣賞羅宏生 對 所以 那個他 相較之下 他自己也說 他最想拍的是 後面他自己 得到自由之後 想可以拍的 可是他前面得 先證明他可以 所以在策略上 他去 選擇了 大家會 受歡迎的鬼片 當他第一步 還是什麼 所以 這個沒有對錯 就是你的策略是什麼 你今天 這扣到剛剛 主持人講的話語權 這件事 你想要 儘快的拿到 你想吃的蛋糕 還是 你就是 我不要 我一點都不想妥協 我只想要 就是乖乖的 等待我的蛋糕 等待果頭一樣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來 但是 我就是堅持 這個也是 選擇權在你 所以 我覺得 討好觀眾 跟討好之方 沒有什麼不對 因為 當你有足夠的資源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別人的 毛 攻他的盾 你可以用他的武器 去反擊他 你才會有說話量 當你是 就是 somebody的時候 你才有說話的 你才能影響更多觀眾 講直接一點是這樣 你的片子才會有更多人看 但是當你覺得 我就是不要 我要堅持自己的 也可以 只是說 那你就是要堅持下去 所以你不需要討好朋友 可是說到底 我覺得 如果你的問題 真的是觀眾的話 我覺得要適度的討好 就是我們常常 有時候我會看完一個劇本 我會跟導演說 導演我覺得 你這種女的道 他說為什麼 我說 你這本完全背對觀眾 你就是 就是 don't fucking care 你就是 我才能影響導演 我的東西就是 手中自己會進來 背道不行 對 就是我已經選 我書寫的時候 我就選擇觀眾了 那你就要去承受這個 那就是你要的 但是 但是我常常舉例講 就是說 構成表演的三元素 表演者 場地 跟觀眾 那你有觀眾 有表演者 你沒有場地 可以是行動藝術 那你有觀眾 你沒有表演者 你有場地 他可以是裝置藝術 可是當你沒有觀眾 你只有表演者 跟舞台的時候 你什麼都不是 他說到底 我們剛剛講了 說到底他還是 entertainment 他還是需要觀眾 因為你要傳達 你要傳達 他一定有個受體 那個受體叫做觀眾 可是你不討好他 你決然地面對他 挑戰他 當然 這是西方來講 另外一個門派 就是侵犯觀眾這件事情 你故意讓他討厭你 你背對他 也許你背後有 你要講的東西 可是 如果你回到現實層面 你希望你可以有更多的受眾 傳達 你覺得流行歌很北藍嗎 可是流行歌有很多 到後來 他在當代 他可能是流行歌 可是他過個20年 他可能很倦勇 他有他的經 他變成經典 我們剛剛探討的 新葉的電影 某個層面也是這樣 對 所以 有沒有必要討觀眾 我覺得有 但是那個比例 你自己抓 對 你到底要選擇 面對觀眾 背對觀眾 還是我就讓你看一半 然後你好好地來想 我告訴你的東西 還有 還有你這個案子 從哪裡來 然後 你的現實層面 你多需要這個東西 對 所以這個也沒有正確答案 然後另外是 故事劇情精彩重要 還是傳達議題重要 如果 非得要我說 我覺得最棒的作品是 他很精彩的傳達了議題 對 他沒有辦法被拆開的 你只有精彩 那我去看馬戲團 我不要探討議題 那我如果只要議題 我去看立法院 每天開庭 我就直接看議題 對 但是 好的創作者 就是一個好的影像作品 甚至劇本 他不會是被分開的 就是我到底要顧 如果非得要顧 我寧願選擇 那個故事先精彩 因為 故事精彩 他再怎麼沒有議題 他一定會有議題在裡面 只是大議題還是小議題 對 光是兩個人在這邊等 稍微喇賽 他都會有議題 他一定會有議題 但是你如果只有議題 你沒有精彩 那你就是背對觀眾 那 我就睇睇睇 我去拍 拍 紀錄片 或我去立法院看開庭 最有議題 而且單刀直入 不跟你管我抹角 所以其實就我而言 我會選擇故事精彩 然後想辦法顧到議題 對 如果有電影 他接觸了十個議題 可是都心情點水 他就是一個不精彩的議題 可以這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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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可能很鬧 就是他可能 他可能很精彩 因為我今天疲勞 看了他都很開心 之類的 我們這樣回答有沒有精準 問這一題的是哪一位朋友呢 也是 也是 哇 你看我直接挑到兩個你的 其實就是 我覺得這一切的基礎 就是面對自己 有回答到你嗎 其實 有回答到你的 你要問的嗎 可能討論方向有一點不一樣 是 那我也很喜歡你的回答 對 你想問的 切切的問法是 是怎麼樣 因為在進到真的拍攝過程 或真的上院線之前 那部分都是 資方或者是製作單位 他們去猜想觀眾會怎麼講 因為是 像我剛剛說 藝術電影跟商業電影 是由他們來決定的 他們會覺得 你這個太藝術了 要不要走回來商業一點 但其實 他們也不知道真正觀眾 是在想什麼 所以 我剛剛想問的 在這一題的話 我比較想問說 因為單位都有比較多 很多經驗的 所以你們可能比較知道說 觀眾在看 或者你們在看劇本的時候 觀眾想看的點是什麼 對 所以 這個東西 它是一直在變動的 比如說像最近 我和鬼 那個崇利豪他們的這個戲 對 它其實我知道的創作的過程 是它創作到一個階段 剪出來一個片段 其實蠻多大片都會這樣子 我先適應 然後讓觀眾來填單子 讓他們看不看得懂 不同的年齡層 不同的性別 不同 甚至不同的教育程度 做適應會 去理解觀眾現在需要的是什麼 想要的是什麼 看不懂的地方是什麼 他們會先做這件事情 回來之後 再回來重新剪接 重新修改 甚至補拍 這是他們目前有在努力 對 有一點像這樣子 台灣現在其實有在做這件事情 他們也知道他們不懂 所以他們直接去找觀眾來 那 但這個東西不是每一個製作都有錢 做到這樣 我說商業片的製作 不是每個人都有錢 他們只能去預估 去猜想 猜對了你就是大師 猜對了你就是老師 猜錯了你就轉行 所以這個東西有在進步 可是 嗯 還沒有到很普遍啦 對 所以如果說 我們就邊做邊學 因為觀眾也一直在變動 他們想法一直在變動 然後沒有辦法 真正的告訴你說 觀眾想要的是什麼 因為今天明天 下個月可能都不一樣 現在的觀眾可能很憤怒 他需要一個出口 所以觀眾現在需要的 也許是一個 可以讓他嘶吼的片 觀眾現在很沉悶 社會氣氛很沉悶 他需要的是一個療癒的東西 可能露營的那些實境節目就會很紅 這個很難在當下知道 所以這只能是大家繼續觀察 繼續努力 嗯 對 這樣子有算回答到你嗎 有 有 好因為我以為我今天主要身份還是主持人啦 因為我們時間有點到了齁 所以我要先先問 剩下一點時間 我們請 我想兩位還是有一些話想要講對不對 就是 因為我們這是有氧劇本活動 那我們假設 假設各位都是 就是編劇好了啦 有沒有什麼話可以鼓勵一下他們 或者是 讓他們活下來 不是 我突然想到 我們那時候改為的時候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那個 我們一開始拿到的 還有包含你們去投案子的 對 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那個 突然想到 對 突然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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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信他還吃這樣 就是 你們一定有送案子嘛 你們現在應該很多人在送案子對不對 對 然後 你知道 就評審們很怕看到的東西就是 就是 因為他們的規格 就是參賽規格都會寫說 幾千字的故事大綱 多少字以內這樣 然後不用給你一個完整的劇本 然後就會有很多 我在審劇本的時候 發現有很多的年輕的創作者 我不知道時間不夠 還是因為 因為他也還沒有想清楚 還是他覺得這是一個策略 他就寫了一個小鎮的故事 這個小鎮發生了什麼事 有開發商進來 然後怎麼樣 然後 然後呢 他們就展開了這個 顛覆就是年輕人又回鄉 展開了一連串的 就報復行動 冒險 對 冒險從此開始這樣 然後故事就停在這邊 我跟你講 這個是致命傷 就是不管是for 你要找到你屬意的演員也好 還是你今天是要投案子也好 因為如果是你屬意的演員看了這個 所以你的就此開始之後 才是我真正想看的東西 對 然後你寫了這個我不知道是什麼 就有沒有保密條約到這麼徹底還是怎麼樣 就是故事還是要寫清楚 對對對 然後有些投案子的會在前面的幾千字就是寫 它好像寫一個序 對 對我來講是一個序 它不是一個故事大綱 就你始終還是要有一個 沒有要你真的完全shout hand 全部寫出來 就是第一場什麼的 但是你起碼要有一個完整的故事大綱 而不是一個序 但是很多人在投案子的時候 會習慣寫一個序就交出去了 然後一些簡單的角色介紹 不是一個什麼緣起 緣起啦 對緣起 緣起 緣起 然後就傳達 不夠 我們在讀這些文字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讀到這個故事怎麼來的 或是它周邊有什麼事情 可是我們終究不知道這個故事到底在講什麼 對而且會用很多很美麗的文字堆積起來這樣 對 人生什麼什麼什麼 總會有一些什麼什麼 然後這三個姐妹 他們的 雖然個性迥異 但是怎麼樣 最後 最後就是化魔啦 起翻了折磨之後 終於又回到了這個老 對啊你寫了序 你寫了緣起 你的案子也就是序跟緣起了啦 直接的給故事比較 對啊 就不管是拿案子也好 還是說 找演員 劇本比賽 還是說找演員 你是製作主 你在casting 你在做敲影員這件事情 對 你把故事好好的說好 完整 不是用那麼多 是是而非的文字來堆積它 顯得好像 就是我寫滿了1200字可以 知道你在湊字數啊 對對對 就是不行啦 這真的不行 這個一定第一關就被過濾掉了 就是 有這樣寫過 寫過頭案子的人舉手一下 在下面舉就好了 不用舉上來 因為拿到很多這樣子的啦 也看到很多這樣 就是真的不要 拜託就是 好好的把故事寫出來 讓大家看到故事的畫面 有想像畫面 不要寫一個緣起寫一個序 對對對 大概是 那你的案子就只有緣起了啦 對 就圓滅了 就滅了啦 緣起直接滅了 那詩映傑有沒有什麼 我覺得 嗯 我比較想提醒的是啊 其實 我們在看影像作品的時候 我們其實想看的是那個 每一場每一場戲的氛圍 所以那個台詞 其實都不是重點 他們說出來的話 不是為了讓劇情往下走 他們說的話 只是在那個氛圍裡面 可能說的話 我覺得這件事情還滿奇妙 就是我們在讀小說 或是散文 我們看到第一個 我們能仰賴的只有文字 所以我們需要這個東西 來讓我們往下走 但是在影像裡面 其實它的元素非常非常的多 它包括身體的語言 包括聲音 包括畫面 或包括節奏 或甚至是背景以外的聲音 環境音等等 他們來構成這一場 到底核心編劇想說什麼 所以其實我都覺得 編劇可以更放心的 把這些元素放進你的內容裡面 而不是僅僅讓人說話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人在現場 除非像現在在演講 你們聽我們說話 所以我們得說話 我們的說話裡面 必須要涵蓋我們要傳達的意思 可是在戲劇裡面其實不是 我們很多時候是看畫面的 所以在 然後這件事情也是牽涉到現在 就是大家很愛 觀眾很愛講的什麼 什麼話講得好不好啊 什麼台詞寫得好不好啊 因為在生活當中 我們真的不會使用到 那麼多的理念 其實 除非我們要表達一個陳述 或是我們要跑那個 簡報 我們才就會有理 辯論啊 對 除非我在跟你辯 所以這件事情還滿奇妙的 就是他可能 等要換一個角度去思考 我在建構這一個段落的時候 我要怎麼 讓觀眾知道我想傳達什麼 而不是只是透過語言 嗯 因為其實 對演員來講 我拿到一個本啊 如果今天講的話 都是在交代這些事情的話 那個話真的 漏漏得而且沒有意義 而且也看不出那個角色 那如果是 我在這個場合裡面 我本來 就會講出來的話 那個話會比較容易 而且比較能夠 讓觀眾理解 他是一個活動生的人 嗯 這台詞是角色的日 說出來的日常 而不是拿來推進 劇情的工具 嗯 很容易不小心 變成推進劇情的工具 嗯 但能夠用什麼方法 回頭檢視 因為我們也不是 那種厲害的編劇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告訴你們 很 怎麼做的方法 因為你們可能都比我們 會寫劇 對啊 你們都比我們會寫 但我們真的能夠 我給的唯一建議 就找人讀嘛 對 然後也 其實我覺得多看一些 劇本寫得很好的戲 是有幫助的 你可能去試想看看 如果是 因為我們演員也會覺得 我去看一些很多 很厲害演員的戲 說如果我去演這個角色的話 我會怎麼樣去呈現這個東西 會不會跟他的不一樣 還有什麼我值得學習的地方 我相信劇本也可以用 我猜測啦 可以用相同的方式 去模擬看看 這樣的戲 你會怎麼樣處理 其實很多問題是否兒演員 但我覺得有點可惜 其實我們還是要把重點放在 談我們的角度 出發來看 編劇 劇本 創作 跟執行面的東西 分享這樣 我們鼓勵一下大家吧 大家加油 繼續寫 不要放棄 對啊 繼續寫 我覺得跟演員也都一樣 就是你要一直磨 一直磨 就是大膽的寫啦 早期我們在看韓劇也是覺得 有一段時間他們也是很好笑啊 有一段時間也是 就是 人家說韓劇有三寶啊 還認車禍字不好啊 有一段時間 他們也是都 都是在寫 成績何時 他們就 就 對 所以一定會有一些 創作尷尬的期 那 挺過就挺過了 對 他們也從混血階段 進展到現在 獨立的一個狀態 好 那今天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請大家能夠 盡量幫我們做 就是 上面我們QR Code 換成那個 回饋的QR Code 如果可以的話 大家幫我們填一下 回饋的問卷 好 然後 今天很謝謝凱旋哥 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來參與我們的活動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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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間其實有限啊 不然其實可以 聊更多的東西這樣 就期待 下回有機會的話 再跟大家好玩 那也很期待說 欸 哪一天可以演到你們寫的劇本 一起加油 請找我們 對 加油 謝謝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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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